魏无羡在莫家庄醒来,一时间头脑浑浑噩噩的,在暗处某人的帮助下,魏无羡云里雾里的就给莫玄宇报了仇,完成了限射数的条件。 魏无羡总觉得自己忘记了什么事,心中有种极度难受的感觉。 茫然四股,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眼见莫家庄的仆人,见主家都死了,主家变成凶尸的样子,吓破了他们的胆,都收拾东西四散奔逃。 按理说莫家庄的主人都死了,剩下个莫玄宇。 他是有资格接收莫家庄的,但是魏无羡并不想留在这里。 在庄子里搜了一袋子钱财,出门的时候,又见那牲口棚里拴着一头黑色的毛驴,看上去还颇有灵性。 魏无羡心里一动,牵走了那毛驴,打算在路上当个坐骑。 魏无羡也不知道要去哪儿,他总觉得怅然若失,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去解开心里的郁闷。 骑到毛驴上,随意乱走。 最后竟然顺着人群,走到了大范山。 听说大范山上出了个很邪恶的邪碎,大范山一窝蜂地来了许多秀士。 魏无羡回来后,手下也没个能使唤的,于是便打算跟着去凑个热闹。 不知道是运气好还是运气不好,一上山,魏无羡就遇到了精灵。 之后,修士们根据线索找到天女祠,鲁莽的精灵唤醒了天女石像,眼看着众人对天女石像束手无策。 魏无羡情急之下,三消两侃消出一只笛子。 他吹响笛子,招来帮手对付天女石像。 意外的是,他不但招来了温宁,还有一团异常厉害的黑色鬼物也被招来了。 鬼物中不时地发出婴孩的哭叫声,这竟然是一只鬼鹰。 温宁听魏无羡的指挥,和天女石像斗在一处。 那鬼鹰却不听指挥,来到现场后,竟然对精灵发起了攻击。 魏无羡惊惊怒非常,他修鬼道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招来的厉鬼不听指挥的情况。 也不用别人动手,他自己就冲上去了,他要好好地给这个鬼物一个教训,好叫他知道,什么叫一灵老祖。 魏无羡的这具新身体,资质并不好,二十几了都还没有结蛋,但是魏无羡的鬼道修为却是在原神中的。 所以他以手画符凭空出现的符咒打得鬼鹰节节败退。 魏无羡一道符咒下去,他已经被激起怒气,灭杖,还敢反抗。 符咒打在鬼物上,那鬼鹰尖叫一声,遮盖住他的鬼物被驱散,露出一张巴掌大的婴儿小脸,那小脸上一双通红的眼睛看了过来。 下一秒,就在魏无羡眼前,那个小脑袋四分五裂,脑浆崩裂,竟然是那鬼鹰死亡之时的样子,魏无羡浑浑身一震,愣在原地。 那鬼鹰见魏无羡不动,化作一阵黑烟溜走了。 魏无羡的脑子一片混沌,他觉得头痛欲裂,有什么东西从原神的深处钻了出来。 这时候,温宁已经将天女石像打得稀巴烂。 魏无羡愣在原地,而那些修士认出温宁。 见到鬼将军在场,明明刚刚救了他们,转眼就恩将仇报要抓鬼将军。 魏无羡神游天外,想着这些人怎么这样,真是够不要脸的。 明明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反水的时候却毫不手软。 这个人是奸,可真是让人厌恶啊。 墨前辈,魏无羡转头,却是蓝丝锥在喊他,温宁被人围攻,此时已经发狂了,看情况已经难以收拾。 机灵的蓝丝锥只能求到魏无羡这里。 魏无羡回过神,见温宁已经发狂了,只能再次将笛子放在嘴边。 吹了一首和缓的曲子,想让温宁平静下来。 周围的修士都被温宁打倒在地,当他听到笛声时,终于慢慢地平静下来。 他如同一个木偶一般,一步一步地走向魏无羡。 有修士想成机对温宁动手,却被蓝丝锥拦了下来,你疯了,那鬼将军发狂,谁能治得住? 这回墨前辈好不容易让他安静下来,你还敢动手。 谁知道你那墨前辈是什么人? 鬼将军是他招出来的,万一是一伙的呢? 蓝锦仪在旁边不干了,一伙的怎么了? 人家鬼将军刚刚还救了你们呢? 可真是不要脸。 山脚下,蓝忘机听到笛声,顿时魂飞天外。 他用最快的速度向山上飞奔而去。 看到那个背影,虽然不是心中熟悉的那个人,但是蓝忘机还是认出了那具躯体之下的灵魂。 蓝忘机冲上前去,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心脏剧烈地跳动着,你,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觉得整个人被巨大的震惊所淹没。 而魏无羡转过头,看到蓝忘机。 他的脑子嗡的一声,脑海里被尘封的记忆终于冲破了阻碍。 那是魏无羡刚刚带着温氏族人上乱葬岗没多久的事。 魏无羡带着阿苑到宜林玩,遇到了出门夜裂的蓝忘机。 后来两人带着小孩在酒楼吃饭,乱葬岗却突生意外,蓝忘机跟着上了乱葬岗。 在蓝忘机的帮助下,魏无羡终于唤醒了已经变成了凶狮的温宁的神智。 温家人都很高兴,在乱葬岗举行了庆祝活动。 在送蓝忘机下山的时候,魏无羡多嘴说了一句,蓝湛,不如留在这里吃晚饭吧,大家很开心,温情他们都很感激你。 蓝忘机本来已经要离去了,但是心中不舍,鬼使神差地回了一句,好。 魏无羡没有想到蓝忘机会答应留下来。 那天晚上,整个温室的族人轮流敬两人的酒,一开始蓝忘机是不喝的,魏无羡敬他的酒,他却喝了。 到后来,温家人都回去休息了。 魏无羡拉着蓝忘机喝到烂醉如泥。 蓝忘机的酒量实在是差,回到浮沫洞的两人不知怎么的就滚到了床上去了。 半夜,魏无羡酒醒,发现自己和蓝湛滚到了一起,给吓坏了,连忙点了蓝忘机的睡学。 撑着难受的身体爬起来,把蓝忘机擦洗干净,穿好衣服。 这才跑到洞外的树上歇着。 天亮后蓝忘机醒来,昨夜醉酒后醒来,却没有任何记忆,他虽然觉得不对劲,却没有察觉到异常。 走出他休息的山洞,看到魏无羡挂在树上睡着了。 蓝忘机的心里说不出的失落,和已经起床的出门活动的温家人说了一声,他就下山了。 魏无羡的体质因为阴气发生改变,一个月后就查出了身孕。 男子怀孕,就算温情做了这么多年的医师,也是闻所未闻。 温情也知道,那个人是蓝忘机。 他也曾问过魏无羡,要不要通知蓝忘机,这是本就是两个人的事。 但是魏无羡却怎么也不肯让蓝忘机知道这事,他还想把这孩子生下来。 一想到将来,有一个和他有着相同血缘的孩子,他就兴奋地要命。 一个孩子,他的孩子。 怀着期待的心情,八个月后,一个小男孩,被温情从魏无羡的肚子里剖了出来。 有过一次剖单经历的魏无羡,为了这个孩子宁愿再次受那剖腹之苦。 还好,这一次,温情能够使用麻醉药。 父母都是资质非常之人,这个孩子也是非常的优秀。 孩子的智商非常高,从生下来开始,他就能够记事了。 魏无羡给他取名魏玉,小名宝宝。 他的样子长得像魏无羡,脸型长得却像蓝望鸡。 玉学可爱,一生下来就成了乱葬岗上的团宠。 孩子在三个月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听懂爹爹的话了。 要不是喉部还没有发育完全,他都能开口说话了。 有了孩子后,魏无羡就在位以后打算了。 这个孩子是他的珍宝,他想要给他更好的生活, 而不是困在这乱葬岗上,他想要给孩子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没想到,这个时候,魏无羡却收到了江燕离的请帖, 他与金子轩的孩子满百日,请他上金灵台赴宴。 原本魏无羡是不打算去的, 但是想到江燕离怎么的也算是江家对他更好的人。 他就想着,这次去看过江燕离后, 就带着儿子还有温氏族人远走高飞, 再不掺和仙门之事。 只是这场宴会本就是针对他而设的一场鸿门宴。 魏无羡一身是血的被温宁扛回乱葬岗的时候, 乱葬岗上的众人就知道, 他们平静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 温情和温宁上金灵台请罪, 在不夜天被错骨扬灰, 魏无献上了不夜天。 在不夜天看到江燕离的时候, 他就知道这一切都是金家的阴谋了。 他也是做父母的人了, 这个时候他应该守着孩子, 而不是上来找他这个害死他夫君的人。 只为了说一句话吗? 他其实是恨他的吧, 宁愿用自己的死, 也要把他的性命留在这不夜天。 只可惜, 这个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 眼看着江燕离死在他的面前, 江婉淫大吼大叫, 魏无羡突然就觉得可笑。 因虎福还是被动用了, 他还想回去带走宝宝。 只有杀了这些人, 他才能有一线生机逃出不夜天。 他昏迷着被蓝忘机送回了乱葬岗。 醒来后, 魏无羡就准备着毁掉这一切罪恶的源头鹰虎福。 结果, 在他毁服的时候, 他以为安全地乱葬岗, 他还给江婉淫留了一条路。 江婉淫带着人从他留给他的小路上来了。 温家人知道逃不掉, 但是阿怨和魏宇还那么小, 只好分别把他们藏了起来。 魏宇虽然早会, 但到底是几个月大的小婴孩, 他一哭就被人给找到了。 小婴孩落入到了江婉淫的手中。 一看小婴儿的样貌, 江婉淫就知道这是魏无羡的孩子。 他提着孩子, 闯入浮魔洞。 魏无羡, 你也有今天。 他手捏着宝宝的脖子, 高高地举在魏无羡的面前。 魏无羡, 这个孽种是你和哪个女人生的? 该不会是温情吧? 可惜, 他已经被错骨扬灰了。 你害死我爹娘, 还有金子轩, 我姐姐。 你以为我会放过这个孽种吗? 你们都应该下地狱去给他们赎罪。 宝宝被江婉怡捏着脖子, 对着魏无羡艰难地喊道, 爹, 爹。 这时魏无羡听到宝宝第一次开口说话, 第一次喊他爹爹。 下一刻, 江婉怡狠狠地把宝宝砸向地面。 魏无羡正在毁服, 全身都动弹不得, 眼看着宝宝在他面前摔成肉泥。 魏无羡肝胆剧烈, 嘶吼出声。 因虎福本就不甘被毁, 一见魏无羡心神失守, 立刻就产生了反抗。 宝宝死了, 魏无羡心痛到疯魔, 他也不想活了, 只想随着宝宝而去。 他放任鹰虎福反噬, 招来白鬼示身。 更是借着白鬼来袭, 硬生生地毁掉了一半鹰虎福。 不是想要鹰虎福吗? 他就是死也不会让那些人如愿。 宝宝惨死, 魂魄刚刚离体, 就目睹了爹爹惨死。 怨气大增, 立马就进化成了鬼鹰。 之后, 他的尸体被姜婉淫一脚踢进了血池。 血池中, 温家人的尸体也全部被抛了下来。 乱葬岗一切都平静后, 蓝忘机找了过来, 乱葬岗什么都没有留下, 他只找到了藏在树洞中的阿苑。 温家人的冤魂见阿苑得救了, 宝宝却死得那么惨, 对其产生了愧疚之心, 觉得是因为没有藏好宝宝, 才害得宝宝死掉的。 于是, 在血池中, 温家五十多个怨灵都用自己的魂力去供养鬼鹰。 他们教鬼鹰说话, 认字, 教他许许多多的东西。 十几年后, 鬼鹰实力大增, 离鬼王也只有一步之遥。 他从血池里爬出, 一心想找杀了他, 害死他爹爹的江婉吟报仇。 只是江婉吟身边有紫电护体, 那紫电本就他这种鹰雾的克星, 他只能躲在一旁伺机而动。 大泛山这次, 精灵脱离江婉吟的保护, 鬼鹰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于是他出手了。 宝宝的死, 是魏无羡灵魂深处最痛苦的记忆, 所以, 在被献射回来后, 魏无羡的原神下意识的保护机制, 让他忘了宝宝的存在。 当他打散鬼鹰身上的鬼物, 看到宝宝的样貌时, 他记忆中的封印就被触动了。 在吹笛子时, 一转头看到宝宝的父亲蓝忘机, 所有的记忆瞬间回笼。 魏无羡心神剧痛, 被蓝忘机抓着手腕, 他使劲地挣扎起来, 自己差点再一次杀了自己的宝宝, 他要去找宝宝。 你放开我。 蓝忘机手死死地捏着魏无羡的手腕, 找了十几年的人, 再次出现, 蓝忘机怎么可能放开。 魏无羡一着急, 低下头, 狠狠一口咬在蓝忘机的手背上。 蓝忘机的手瞬间变得鲜血淋漓。 即使这样, 他也没有松开手。 温宁 即使没有了意识, 温宁也会下意识地保护魏无羡。 一听到魏无羡的呼唤, 他挥动着身上的铁链, 向蓝忘机砸了过去。 蓝忘机举剑格挡, 魏无羡却迎头对着铁链撞了上去。 蓝忘机慌乱之下, 只能把魏无羡甩了出去。 如此正合魏无羡之意, 他就地一个打滚, 起身就窜了出去。 蓝忘机那里还顾得上温宁, 转身就追。 温宁, 拦住他。 就这样一个跑, 一个追, 一个阻拦。 眨眼之间, 三人的身影就消失在众人眼前。 魏无羡逃向密林深处, 身后是蓝忘机在穷追不舍。 凄厉的笛声响起, 一路上, 不停地游走狮从地底钻出来, 阻挡蓝忘机的去路。 加上还有个厉害非常的温宁, 最后, 蓝忘机还是跟丢了人。 温宁和魏无羡消失在了他的视线里。 密林中, 魏无羡站在温宁面前, 此时的温宁乖乖地站在他面前, 瞳孔全黑, 显然是没有了意识的。 即使是这样, 他在魏无羡面前依然温顺地像只小绵羊, 任由魏无羡在他身上悄悄打打。 最终, 魏无羡在温宁的后脑勺上, 拔出三根阵魂钉, 又是画符, 又是招来怨气的, 终于让温宁恢复了神志。 当年温宁和姐姐温情上金灵台, 金家人在温宁面前故意虐杀温情, 使得他发了狂。 等他再次恢复意识, 就是被关在一处地牢, 有个鬼羞一直想要控制他, 给他的脑袋里订了阵魂钉。 之后的事他就不知道了。 直到有天, 他听到魏无羡一身醒来, 他就挣脱了铁链逃了出来, 一路追着魏无羡。 魏无羡吹响笛子之时, 他终于确定了魏无羡的位置, 找了过去。 问清楚了温宁的事后, 魏无羡就由温宁带着, 一路飞奔到了夷陵乱藏岗。 他眉修为再深, 赶路实在是慢。 此时的乱藏岗前山, 早就成了仙门百家来去自如之地, 山上一百零八尊镇压实寿, 让满上的邪碎, 只能躲到乱藏岗的深处。 回到乱藏岗的魏无羡, 此时满心的力气。 温宁, 给我砸。 魏无羡吹响笛子, 藏在乱藏岗深处的凶狮厉鬼听到召唤, 全都走了出来。 温宁砸完了石兽, 魏无羡就利用乱藏岗的怨气在外围布置下结界, 今日之后, 再没有人能够上这乱藏岗。 皱墙内, 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凶狮守着, 从此乱藏岗再次成了人间绝地, 入内折死。 鬼鹰重伤逃回浮魔洞, 气愤不已。 之前他出来就直接出了乱藏岗。 这个时候, 他受到损伤, 就想起家里还有一堆仇人呢。 当年那吞噬了他跌跌血肉的厉鬼, 他可记得清清楚楚, 此时暴怒的鬼鹰一个个找了过去, 将那些厉鬼全部都吞噬了。 甚至还将更多的魂力送到了血池之中, 让虚弱的温氏族人的魂魄得到补充。 如此一番动作, 眼见鬼鹰也要进入到鬼王的境界了。 这个时候, 魏无羡进入了浮魔洞。 一进洞, 他就看到了正在吸收怨气的鬼鹰宝宝。 魏无羡激动异常, 连忙跑过去, 宝宝, 魏雨。 鬼鹰见到来人, 嘶吼一声, 他记得清楚, 这个人就是之前阻止他报仇之人。 他张牙舞爪地对着魏无羡, 可能是之前被魏无羡打怕了, 他不敢上前, 却在原地全神戒备着, 眼睛不时地看向血池, 只要他不敌, 就立马逃到血池中去。 宝宝, 是我呀, 我是爹爹, 你不认识我了吗? 爹爹魏无羡, 魏英, 你叫魏雨, 爹爹的宝宝。 魏雨的脸上出现愤怒的情绪, 坏人, 骗子, 你不是爹爹, 爹爹才不会帮杀了宝宝的仇人, 你是金家人, 是我的仇人, 还想骗宝宝。 鬼鹰知道自己打不过魏无羡, 却还是扑了上来, 想对魏无羡出手。 魏无羡怎么可能再对宝宝出手, 这是自己的孩儿啊, 他只能无奈地退出浮魔洞。 离开浮魔洞, 魏无羡并不敢走远, 坐在附魔洞外, 回想起他回来之后的行为, 是自己错了。 他怎么会在回来后, 还想着去救金灵呢? 金家人将家人, 害死了温家人还有他的宝宝。 宝宝才几个月大, 他甚至都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 江婉吟, 自己剖了金单给他, 他却用自己的灵力杀了宝宝。 他为什么还要去救那些人, 他怎么对得起宝宝? 原本他被墨玄宇献舍回来, 他还觉得没什么的。 此时想来, 这墨玄宇不也是金家人吗? 这个身体是金光善的儿子, 是害死宝宝的仇人之子。 难怪宝宝不肯认他, 他此时都觉得这具躯体无比的恶心了。 不行, 他要和宝宝一起。 既然宝宝都成了鬼鹰了, 他便陪着宝宝做鬼好了, 还要这个身体做什么? 心里有了想法, 魏无羡留下温宁在洞外保护着宝宝, 独自一人向着乱葬岗深处走去。 蓝旺基在听到魏无羡吹笛字, 就认定了此人就是魏无羡, 不管他是夺赦还是怎么样, 都说明他回来了。 蓝旺基没有追到人, 只能折回去找蓝丝追他们, 询问墨玄宇之事。 在听说了墨家庄的时候, 蓝旺基当即就带着人去了墨家庄。 此时的墨家庄已经成了一座鬼屋, 之前闹鬼闹得太凶了, 即使有蓝家的弟子处理好了后续之事, 也没有人敢进入墨宅。 蓝旺基带着弟子找到墨玄宇的住处, 这里被墨家的下人打砸得稀烂, 后来魏无羡离开, 又将阵法的痕迹抹去了。 但是蓝旺基带着蓝家弟子在屋里一通翻找, 终于找出来直言片语, 那墨玄宇不知道被谁传授了献舍之术, 他琢磨许久才敢实施法术。 蓝家弟子找到了纸片上都是献舍法术的一些要点。 蓝旺基看着那些鬼画符, 依稀才能辨别出上面写的什么。 献舍。 献舍, 他的嘴里念到了, 心里越发坚定地认识到, 那日在大范山看到的人就是魏无羡。 虽然相貌有变, 但是那支曲子是他亲手所作, 这世上只有一人知道。 他在玄武洞唱给魏无羡听过。 蓝旺基看着手背上深深的牙印, 他一直没有上药, 此时还血乎乎的, 他半点不觉得疼痛, 心里被喜悦填满了, 他回来了, 终于回来了。 不行, 他要去找他, 可是魏无羡已经和温宁逃走了, 他会去哪儿呢? 对了, 乱藏岗。 乱藏岗本来就是魏无羡的老巢, 此时回来, 又找回了温宁, 他一定会去乱藏岗的。 蓝旺基吩咐蓝丝追, 带着其余弟子回蓝家。 他当即就遇见去了夷陵。 乱藏岗在当年围剿后, 先门百家借着魏无羡生死, 在乱藏岗的前山上立下108尊镇压实寿, 使得前山没有邪碎敢动, 所以这乱藏岗前面是个修士都赶上来。 只是乱藏岗到底是个可怕的地方, 向来人际罕至。 魏无羡来到乱藏岗的深处, 这里的怨气更加地深重, 同时邪碎也更加地强大。 即使这样, 这些邪碎也不敢对魏无羡有所动作。 薛阳定在温宁脑袋里的镇魂钉是个好东西, 是很珍贵的材料做成的。 虽然比不上做鹰虎符的那把鹰铁剑, 但是也是非常难得的东西。 魏无羡用这三根镇魂钉 做成了一个临时的鹰虎符, 只能使用一次的那种。 身上戴着鹰虎符, 虽然那些邪碎对着这具鲜活的躯体垂涎欲滴, 但是也不敢有所异动。 魏无羡来到怨气最浓的地方, 先是设下隔绝气息的法阵, 然后割破手指, 在地上画下招音符。 当然, 这不是普通的招音符, 这是一个复合阵法, 包括线技术, 阵压术, 反噬术, 总之, 魏无羡拿出了毕生所学, 他要做一件大事。 花了三天时间, 一个复杂的复合阵法 终于被他布置了出来。 此时的他变得很是虚弱, 地上的法阵 都是用他的鲜血画的。 但是同时, 这三天, 他又不停地吸收怨气, 这具干净的身体 被怨气入侵, 每一刻都如同尖刀刻骨。 魏无羡却丝毫不觉得疼痛, 身体中的元神 也在不停地吸收着怨气, 他将自己的元神 完全融合在了阵法中。 守在附魔洞中外的温宁 一阵阵心悸, 他不安地嘶吼着。 鬼鹰通过血池里的温室族人 已经认出了洞外的温宁。 他走到门口, 宁叔叔。 温宁见宝宝认出了他, 十分地高兴, 宝宝, 你, 认, 认出我了。 嗯, 婆婆说, 宁叔叔在外面。 宝宝记得, 宁叔叔经常抱宝宝的。 宁叔叔, 我爹爹呢? 之前魏无羡就叮嘱过温宁, 不要在宝宝面前说什么, 温宁只能说, 公, 公子。 在闭关。 宝宝, 不要, 急, 公子, 很快就出来了。 鬼鹰一听, 就显得异常激动, 他从血池里爬出来, 就四处找了, 并没有找到爹爹的魂魄。 现在终于听到了爹爹的消息, 迫不及待地问道, 命叔叔, 爹爹在哪里? 宝宝要爹爹。 宫, 公子要我保护宝宝。 宝宝, 等一等, 不要, 不急。 鬼鹰不高兴地在浮摩洞门口跑来跑去, 宝宝要爹爹, 想爹爹了, 悟悟, 有人欺负宝宝, 宝宝不住地发出凄厉的哭声。 时不时的宝宝就控制不住体型化成鬼物, 明明是很恐怖的场面, 但是温宝看着这样的宝宝, 却觉得分外的可爱。 魏无羡布置完阵法后, 盘坐在阵法的中心, 此时的他是一种疯狂的状态。 白鬼是身很痛, 非常的痛, 但是他想再来一次, 陷阱他的血肉, 不, 是陷阱金家人的血肉。 放开隔绝阵法, 魏无羡坐在阵法中间, 诱人的气息传了出去, 那些早就围在外面的邪碎厉鬼都被刺激地疯磨了一般, 疯狂地扑进阵中, 撕咬起魏无羡来。 在这样的痛苦中, 魏无羡再一次想起宝宝第一次喊他爹爹的场景, 将婉淫捏着他的脖子, 宝宝的脸上被憋成了青紫色。 但是宝宝依然用了所有的力气, 喊了他一声跌跌。 接着就是宝宝被摔得血肉模糊的场景。 这一刻, 已经满身鲜血的魏无羡就如同神魔。 啊! 痛苦而畅快的嘶吼声中, 他的元神终于脱离了这具肉体。 通过阵法中的献技术, 他的神魂越来越强大。 当那些厉鬼, 如同饕餮盛宴一般, 啃食完了墨玄宇的身体之后, 却发现自己被困在了阵法中出不去了。 而且, 他们吞食了墨玄宇的血肉, 被阵法彻底压制。 这时候, 一个恐怖的存在出现了。 这个人让重厉鬼想起了可怕的记忆。 十几年前, 就是这个人, 从乱葬岗掉下来, 从一开始的逃命, 到最后成了他们这些厉鬼害怕的存在。 而现在, 这个存在再次降临了。 害人者人恒害之, 刚刚吞噬血肉有多痛快, 现在被吞噬的就有多迅速。 上百个厉鬼被压制着, 魏无羡的神魂不停地吞噬着这些厉鬼。 直到所有的厉鬼都被他吞噬殆尽, 他的身体也如同吹气球一样膨胀了起来。 一时间贪多, 他有些不消化了, 但是魏无羡是谁啊, 原神无比地强大。 他静坐在法阵中, 外围的厉鬼看着这么好的机会, 都不敢动一下。 又是三天过去, 魏无羡的身体渐渐恢复到了正常大小, 原本虚无的神魂也渐渐有了实体的感觉。 此时乱葬岗的上空, 出现了一大片乌云。 无数的阴雷倾泻而下, 披在魏无羡的身上。 但是魏无羡并不惧怕, 反而是如同贪吃蛇一样, 不停地把这些阴雷引入到神魂中。 他的神魂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厉鬼的力量到了一定程度后就会成为鬼王。 鬼王已经拥有了鬼河, 相当于半实体了。 只有经过天节, 鬼王才能将鬼河扩大, 将整个鬼河塑成鬼身。 鬼王晋升成鬼仙, 鬼仙拥有实体。 有心跳会流血, 和活人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鬼仙所到之处, 万鬼沉浮。 鬼仙一念之间, 天翻地覆, 排山倒海, 也不是难事。 魏无羡既然要舍了心得的肉体, 那他就不打算做个只能躲在暗处的阴魂。 他魏无羡是遗灵老祖, 即使成了鬼, 也要做这世间最厉害的鬼。 这一次, 他就不信, 他不能护住宝宝。 魏无羡的身体中形成了鬼河, 在阴雷的加身下, 他忍着剧痛, 将所有的能量不停地注入到鬼河中。 好几次鬼河都要经受不住强大的能量崩溃了, 但是都被魏无羡用原神硬生生地禁锢住了。 鬼河不停地长大, 渐渐地成了人形。 人形越来越清晰, 头部出现了眼睛鼻子嘴巴, 越来越有魏无羡的样子。 最后鬼河终于长到了神魂一般大小, 诉出了魏无羡的样子。 鬼河铸造出的魏无羡, 正是他18岁左右最青春年少的样子。 鬼仙的身体让这句身体妖异异常, 唇红齿白。 一贫一笑都是魅惑众生的妖孽之态, 当年的风神俊朗魏无羡再现人间。 随着最后一道引雷劈下, 一条通道为魏无羡打开, 只要他愿意, 他就能踏入冥界, 成为冥界高高在上的存在。 大仇魏豹, 还有温家人也没有处理好, 魏无羡也放不下宝宝。 所以他将通道强行关闭, 收拾了乱葬岗深处的残局, 往着浮魔洞的方向飞去。 鬼鹰未遇早就等在附魔洞外了, 那乱葬岗深处劫雷滚滚, 宝宝吓坏了, 要不是温宁拦着他, 他早就冲到深处去了。 此时远远地看到一个人影飞了过来, 是不是跌跌? 跌跌? 宝宝迫不及待地迎了上去。 看见魏无羡的脸, 宝宝尖叫一声, 是跌跌。 啊, 跌跌。 宝宝在这里。 他像炮弹一样冲了过去。 魏无羡稳稳地把人接在怀中, 紧紧地抱住宝宝, 宝宝, 跌跌回来了。 他的脸上顿时落下泪水来。 宝宝一定很痛吧? 跌跌对不起你。 他生下宝宝就曾想过, 要给宝宝更好的生活, 带着他去海外, 过自在逍遥的生活。 教他厉害的功法, 把自己对剑道上的领悟都交给他, 让他成为最优秀的少年, 可以畅快地笑, 自由地畅游在天地间。 可是这些他一样都没有做到, 甚至这十几年, 他浑浑噩噩, 魂魄都不知道在哪里。 却让宝宝在乱葬岗孤独地守着, 带着血海深仇, 为了报仇, 小心翼翼地跟着江婉淫。 而重回于世的他, 做了什么? 对金灵心怀愧疚, 甚至打伤了宝宝。 他有什么好愧疚的? 金灵无父无母, 不都是金家人做的? 他那对父母做的吗? 金子轩不拉偏嫁, 江燕离不上不夜天, 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不过是金家想要他的鹰虎符吗? 可是宝宝呢? 他还那么小, 甚至连外面的世界都没有见过, 连他的父亲是谁也不知道, 就被江婉淫活生生地摔死了。 想到这里, 魏无羡狠狠地给了自己一个耳光。 宝宝, 爹爹错了。 你放心, 我不会放过江婉淫的, 还有金家人。 宝宝, 爹爹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宝宝看着爹爹脸上的泪水, 也忍不住流出了血泪, 他的修炼还不到家, 只要一激动, 就会露出死亡时候的形态。 非常的恐怖, 可是在魏无羡的眼睛, 他却半点不觉得可怕, 每看一次, 他都觉得心如刀脚, 他对江婉淫的恨也就加深一分。 魏无羡像宝宝的身体里输入魂力, 宝宝又恢复到了浴血可爱的模样, 宝宝依赖地浮在魏无羡的怀里。 爹爹, 不打自己。 宝宝喜欢爹爹, 不要离开宝宝。 好, 爹爹也最喜欢宝宝。 温宁也过来了, 公, 公子, 你, 之前魏无羡是顶着墨玄宇的壳子, 这会又变成了魏无羡原本的样子。 他甚至还是他十七八岁, 长得最好的时候, 不像在乱葬岗时期的他那样, 身形消瘦, 脸色苍白。 温宁, 我现在是魂体。 他们都看到了魏无羡肚结, 现在的魏无羡虽然是魂体, 但是他已经有了实体了。 宝宝在魏无羡的怀里, 满脸的骄傲, 命叔叔, 爹爹最厉害。 温宁老实地点点头, 对于宝宝的观点, 他很是赞成。 宝宝又靠在魏无羡的怀里, 跟他撒娇, 爹爹, 之前有个坏人, 打了宝宝。 他还骗宝宝说是宝宝的爹爹。 他明明是金家人, 宝宝才不会上当呢, 把他赶走了。 宝宝大大的眼睛, 无邪地看着魏无羡, 爹爹, 坏人打得宝宝好痛, 他要再来, 爹爹打他。 宝宝歪头想了想, 爹爹, 他是金家人, 杀了他给宝宝报仇。 一滴冷汗从魏无羡的额头滑下, 脸上闪过一丝心虚, 他和温宁尴尬地对视一眼, 他要怎么跟宝宝说, 之前那个打了宝宝的人, 就是他本人呢? 魏无羡尴尴尬地笑了笑, 宝宝啊, 那个人已经死了, 不会再来找宝宝了。 放心, 没有人再敢欺负宝宝打宝宝了, 有跌跌在。 魏无羡见宝宝的境界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只差一点点就可以达到鬼王的境界了。 鬼王有了鬼河, 就不会那么容易消散了, 对一些克制鹰雾的阳性物品也有了一定的抵抗力。 魏无羡抱着人走进浮摩洞, 他和宝宝一起坐在浮摩洞的石床上, 看着温宝把血池底下的温室族人还有宝宝的尸体都捞了上来。 像魏无羡这样的没有尸身的鬼秀例外, 这有着尸身的鬼秀, 他们的尸体就是他们的命门。 见到宝宝的尸体, 魏无羡非常的难过。 但是此时不是难过的时候, 他要帮宝宝晋级成鬼王, 在附魔洞中设了个阵法。 乱葬岗的怨气都向着浮魔洞而来, 在经过阵法的转化, 成为宝宝能够吸收的能量。 宝宝在修炼的同时, 魏无羡也将宝宝的尸身用阴火炼化, 最后炼成一枚血液。 血液里被刻画了无数的阵法, 有防御阵, 也有感应阵, 还有传送阵。 在宝宝遇到危险的时候, 可以直接把宝宝传送到魏无羡的石海世界。 此时的魏无羡在这一届, 无人是他的敌手, 他的石海便是最安全的地方。 而血液有了阴火的炼化, 变得坚硬无比。 在宝宝修为晋升为鬼王的时候, 体内产生鬼合的那一刻, 魏无羡将血液融入到了宝宝的鬼合中。 这样一来, 就算仙人来了, 也打不破宝宝的鬼合了。 只要鬼合还在, 宝宝就不会死去。 而且, 血液本就是宝宝的身体, 现在融入到了宝宝的身体中, 以后宝宝的魂体 也会像一个正常的孩子那样 一点一点地长大。 当然, 他是有两种形态的, 就算长大了, 只要他愿意, 也能变成七八个月大小的样子。 宝宝成了鬼王后, 就能够控制自己的形态了, 不会情绪一激动就变得血肉模糊了。 除了没有心跳脉搏, 皮肤白白嫩嫩的, 看起来就像一个正常的八个月大的孩子。 宝宝已经能够自己走路了, 但是他还是一直赖在魏无羡的身上, 让魏无羡一直抱着他。 魏无羡也乐得一直抱着儿子。 处理好了宝宝的事, 就该轮到温氏族人了。 之前温氏族人 一直用自己的魂力供养宝宝, 现在他们的魂力得非常微弱的, 加上血池的作用, 让他们的魂魄被困在尸身中不得解脱。 将温氏的其他人都送去往生之后, 留下来的婆婆也被魏无羡传授了鬼羞的功法, 直接到血池底下闭关修炼去了。 这一来, 时间又过了许久。 魏无羡正在浮摩洞交宝宝遇鬼之术的时候, 温宁从山下巡逻上来。 乱葬岗突然被封闭, 之前因为鬼将军现身, 很快移邻乱葬岗就来了许多人查看。 发现乱葬岗外有了一层结界, 连韩光君修为如此高的修饰都破不开结界。 是的, 韩光君一早就守在乱葬岗山脚下了。 之前魏无羡刚刚射了结界, 蓝忘机紧跟着就追来了。 这些日子一直守在结界之外。 其他人来的时候, 就见到韩光君在这里, 还以为他是来抓鬼将军的。 蓝忘机并没有搭理这些人, 他只是守在结界外面, 想要见一见想见之人。 虽然仙门百家已经有了魏无羡回来了的传言, 但是一连十几日, 乱葬岗除了进不去了, 半点动静都没有。 其他人也就慢慢散去了, 反正韩光君还在这里守着呢。 摄日之争时就传, 韩光君与怡陵老祖水火不容。 见到温宁回来, 魏无羡随口问了一句, 山下怎么样了? 什么情况? 公子, 其他人都, 走了, 蓝, 蓝二公子一直在。 魏无羡的神色有些奇怪, 他晋升鬼仙的时候, 生前所有的记忆都在脑海里重现了一遍。 包括他幼年之时, 被江家算计圈养在怡陵, 后来生病忘了爹娘, 才被接回江家。 之后那些被他忽略或者遗忘的记忆, 也被他想了起来, 玄武洞蓝湛给他整腿, 给他唱歌。 他之前在大饭山吹的那首曲子, 便是在玄武洞蓝湛唱给他的那首曲子。 所以在大饭山上, 蓝湛就认出他来了。 还有当年他在不夜天用了鹰虎符, 是蓝湛把他从不夜天带走的, 他把他藏在一个山洞里, 对他说的那些话。 原来, 蓝湛从来不曾讨厌他, 他一直心悦他。 魏无羡记起他精神恍惚的时候, 蓝家人来了, 蓝湛挡在他的面前, 无论如何都不肯把他交出去。 还出手打伤了蓝家的长老, 一路把他护送回乱藏岗, 才独自离开。 魏无羡都能想象, 蓝湛回到家教那么严苛的蓝家后, 会受到怎么样的惩罚。 他可以怨恨金家江家, 甚至是蓝家孽家, 但是他唯一不能怨恨的人就是蓝湛了。 就算当年他带着肚子, 也不曾对蓝湛有过一丝怨言。 他的心里其实是有蓝湛的吧。 他是宝宝的父亲, 连宝宝的面都没有见过。 魏无羡突然有了一种冲动, 想要下山去见一件蓝望鸡。 魏无羡抱起宝宝, 说道,"走,宝宝, 爹爹带你去见一个人。 宝宝双手揽住魏无羡的脖子, 好奇地问道,"爹爹, 是我们的仇人来了吗?" 他呲了呲牙, 宝宝咬他。 魏无羡轻轻地拍了拍宝宝的背。 不是, 宝宝见了就知道了。 两人一路慢慢地走下山去, 乱葬岗的山脚下, 向来人烟稀少。 此时, 隔着节节不过一丈的距离, 蓝望鸡正对着乱葬岗打坐。 他闭着眼睛, 只要周围有一点动静, 他就会醒来。 魏无羡带着宝宝就站在节节后面, 因为怨气的原因, 节节外面并不能看到两人的身影。 蓝望鸡的相貌在这十几年间并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眼间的魏无羡却看到了他发际中藏着的银丝。 从前的青丝沾染了滑发, 而他现在的年纪却正在壮年之时, 是怎样的沧桑才会让他有了白发。 魏无羡的心密密麻麻地痛了起来, 看着这样的蓝湛, 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出去见他。 可是, 现在他和蓝湛是人鬼殊途, 他要怎么告诉他, 他也心悦他, 他还给他生了个儿子。 可是儿子还没长大, 就被姜婉吟给害死了。 蓝湛要怎么接受这样的打击? 魏无羡站着不动, 宝宝看了看蓝望鸡, 又看了魏无羡, 爹爹。 是看这个人吗? 宝宝是第一次看见蓝望鸡, 不像他看到其他人那样感到十分厌恶。 他觉得眼前这个人长得还挺好看, 心里也生不出讨厌的感觉来。 宝宝嘟了嘟嘴巴, 把头依偎在魏无羡的颈边, 他没有爹爹好看, 爹爹最好看。 魏无羡勾勾勾勾勾嘴巴, 宝宝其实是觉得蓝湛好看的, 只是他不想承认而已。 爹爹, 他是谁啊? 他叫蓝湛, 蓝望鸡, 仙门人尊称韩光君。 蓝家的。 蓝家人也不是什么好人, 爹爹死的时候, 蓝家也来了。 仙门这些常识, 温家人都交过宝宝, 后来宝宝从乱藏岗出来, 跟在江婉淫身后很长一段时间, 他也知道了更多的事。 魏无羡摇摇头, 他不一样, 你还记得, 爹爹最后一次从外面回乱藏岗吗? 是他送爹爹回来的。 围剿乱藏岗的时候他是不是没来? 爹爹猜测, 他可能被蓝家人罚了。 不然他不会看着爹爹和宝宝死的。 爹爹, 他是个很好的人吗? 魏无羡点点头, 对,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他是宝宝的亲生父亲。 宝宝跟着点点头, 哦, 最好的人啊。 嗯, 父亲, 宝宝的父亲。 魏无羡点点头, 宝宝是爹爹生的, 你的父亲就是他。 宝宝养着头, 那爹爹, 父亲是不是不喜欢宝宝? 他从来没有来看过宝宝。 不是的, 你父亲一定会很喜欢很喜欢你, 但是爹爹并没有告诉他, 所以他不知道宝宝的存在。 那爹爹, 我们不去找父亲吗? 要不要去找兰湛? 魏无羡也在心里这样问自己。 他现在心里只想着报仇, 等到大仇得报后, 找到阿怨的下落。 他就带着温宁还有宝宝一起去冥界。 这个世界从未善待他们父子俩, 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了。 但是现在仇都还没有报, 他却产生了不舍。 眼前这个人, 本该是风光济月人人敬仰的一生, 却因为认识了他魏无羡, 他的死, 一定对他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吧, 那些白发就是证明。 魏无羡站在结界里, 静静地看着蓝湛, 眼里闪着矛盾的情绪。 好像感觉到一直被人盯着, 蓝忘机睁开了眼睛。 他抬起头, 睁眼看向乱葬岗。 那目光直直地和魏无羡对视, 吓得魏无羡后退了一步, 差点以为他能透过结界看到他了。 坐在乱葬岗的蓝忘机, 就听到有脚步声走过来。 他转头看去, 就看到一个女子抱着一个娃娃走过来。 他的面上有些焦急的神色, 看到蓝忘机后脸上显出惊喜, 你是寒光军队吗? 蓝忘机站起身来, 嗯,我是。 那女子也不客气, 太好了, 韩光俊, 我相信你的人品。 人有三级, 你能帮我抱一下孩子吗? 说着, 那女子就把孩子塞到蓝忘机怀里, 自己转身就跑了。 蓝忘机抱着孩子, 一时棱在原地。 虽然说仙门之人不拘小杰, 但这女子也太不拘了些, 哪能当着男子的面说自己三级的。 只是孩子已经到了他怀里, 人也跑远了, 他是毫无办法。 他从来没有抱过这么小的孩子, 只觉得怀中的小孩软乎乎的, 他大气都不敢出。 那小婴儿却一点都不认生, 对着蓝忘机露出了可爱的小米牙笑容。 那张可爱的小脸, 竟像极了他记忆中人那个人, 蓝忘机的心不由地软了下来。 小朋友伸出小手, 在蓝忘机的脸上摸了摸。 蓝忘机没在意, 甚至有些喜爱之意。 于是小朋友的小手, 继续在蓝忘机的脸上作乱。 有风吹过, 蓝忘机头上的抹额, 就这么落入到了小朋友的手里。 小朋友呵呵笑起来, 就这么一扯, 抹额就被扯了下来。 在远处的魏无线吓坏了, 连忙跑出来。 从蓝忘机怀里抢过孩子就跑, 对不起, 韩光君, 孩子给你添麻烦了, 谢谢你。 然后一溜烟地就跑远了。 蓝忘机呆住了, 等他回过神来, 发现头上的抹额不见了。 刚刚那孩子扯着他的抹额, 然后就被他娘亲抱走了, 那抹额也被顺走了。 蓝忘机差点气吐血来, 仙门堂堂的韩光君, 居然就这么被人抢走了抹额。 已经回到结界中的魏无线, 看着宝宝手里的抹额吓了一跳。 他以前不记得蓝氏抹额的含义, 在骑山上扯过蓝湛的抹额, 在玄武洞也扯过。 后来他的记忆被重温了一遍, 记起了他超过的蓝氏家规, 蓝氏抹额亦为归宿自我, 非父母妻儿不可触碰。 看着宝宝手里的抹额, 父母妻儿, 宝宝不就是蓝湛的儿吗? 那他呢, 是他的妻。 摇摇头, 把这个想法甩出脑海。 宝宝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手里拿着抹额, 爹爹, 父亲头上的抹额。 魏无羡拿了个荷包, 把抹额装了起来, 宝宝, 这个抹额是你父亲的, 蓝氏抹额亦为归宿自我, 非父母妻儿不可触碰。 你收着吧。 魏无羡把装着抹额的小荷包 带在宝宝的脖子上, 还拍了拍。 他们接下来就要去报仇了, 让末额陪着他们一起, 也算是他们一家人去报仇了。 魏无羡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他已经下意识地 把蓝湛算到了一家人的范围之中了。 蓝忘机怎么也没有想到, 一个不注意居然会丢了抹额。 这抹额鱼它是很重要的东西, 绝对不能随便被人拿走。 他看了看乱葬岗, 眼路不舍, 最后还是掉头去追踪那带走 他抹额的女子去了。 他的抹额绝对不能落入他人之手。 他哪里知道, 那女子和孩子就是他心爱之人 和自己的孩子所画, 此时正看着他离开呢。 宝宝, 爹爹, 父亲真的很在意他的抹额。 对, 我还记得, 爹爹第一次扯他抹额的时候, 他气得脖子都红了, 那副闸毛的样子真是好看极了。 魏无羡的眼路怀念, 刚刚与蓝湛如此近的距离, 他一个鬼仙, 居然会觉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见到蓝望鸡走了, 魏无羡叫了温宁, 交给他一段咒语, 让他到不夜天去收集温情的残魂。 当年温情被错骨扬灰, 多半也是魂飞魄散了。 魏无羡就想着, 看能不能收集到一些残魂来。 就是就不过来了, 但是只要找到残魂, 他再修复一番, 至少让温情能顺利转生, 有个来世吧。 宝宝坐在魏无羡的肩膀上, 他的个子非常的小, 魏无羡一边肩膀就够他坐下了。 宝宝一只手拉着魏无羡的耳朵, 他的手那样小, 魏无羡的耳朵他都不能完全握住。 另一只手指着前方, 爹爹, 我们走。 宝宝终于露出了孩子的一面, 爹爹是宝宝的车车, 驾驾, 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学来的。 魏无羡笑着配合宝宝, 车车开动了, 大马驾, 走喽。 魏无羡直接飞出乱葬岗, 向着云梦而去。 蓝家的门人都回了姑苏, 但是蓝忘机没有回去, 在墨家的断手, 被带了回去。 蓝启仁在明示举行了招魂仪式, 不知道是不是这断手跟蓝家人很熟, 在周围都是蓝家人的气息下, 招魂仪式虽然没有招来断臂的魂魄, 却让断臂有了反应, 牢牢地举向了一个方向。 蓝启仁知道这断臂指的方向, 要么就是身体的其他位置, 要么就是杀了他的仇人的位置。 对于蓝忘机没有回来, 蓝启仁还挺奇怪的, 一问思追和景仪, 两人也不是很清楚。 之前韩光君发现鬼将军回来, 追踪鬼将军, 后来又带他们去墨家庄查找线索, 去哪儿了, 他们并不知道。 这鬼手的事情要处理, 蓝忘机没有回来, 蓝启仁就只能先给断手安魂, 想着等忘机回来再让他去处理。 这边, 金灵在大饭山吃了亏, 回来还被姜婉吟骂了一顿, 他一负气, 就带着灵犬仙子一个人跑了。 之前在大饭山江碗淫就是想给金灵扬名, 结果没有扬名, 反而还成了个笑话。 金灵不服气, 跑到外面听到有人说, 青河行鹿铃有吃人的怪物, 他便一个人一条狗悄悄跑到青河除岁去了。 金灵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不知天高地厚, 身边也没有带个人。 等到聂家人发现那灵犬在祭刀堂外狂吠不止的时候, 聂怀桑连忙带着人进去查看。 金灵早就被邪碎拖进墙里, 窒息而亡了。 聂怀桑吓了一跳, 这要是被姜婉吟知道了, 不知道要闹成什么样子呢? 还好他把青河管得紧, 知道除了金灵没有其他人跟着。 聂盟派人把金灵的尸体带到他怀疑是金家炼尸场的外围, 灵犬仙子也迷晕了带走。 再把青河的痕迹处理干净, 连味道都用了特殊的药物除去。 靠气味辨别路途的仙子绝对再也找不到这边来了。 姜婉吟发现金灵一直没有回去, 只能派出门人四处找人。 最后在兰陵外不远的一处山谷, 发现了奄奄一息的仙子。 姜婉吟的人在兰陵外找到了灵犬仙子。 最后在一处暮洞里找到了已经死去多时的金灵。 那暮洞中还有个走尸, 把金灵的尸体啃得乱七八糟, 要不是那走尸还没有啃到脸上, 估计都没有人能认出来那是金灵。 对于金灵这样死在走尸的口中, 姜婉吟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 那走尸被他碎尸万段不说, 还让门人在四处查看。 他绝对不相信金灵连个走尸都对付不了, 再说, 还有个战斗力不输金灵的灵犬呢。 很快, 就有门人来报, 发现了不远处的山谷有异常。 于是姜婉吟气势汹汹地挥着紫电打了进去。 紫电还是很厉害的, 山谷外的结界没能经住他挤鞭子就破开了, 只可惜, 山谷里并没有人, 这里是被人废弃的遗迹。 姜婉引领着门人进入山谷查看, 只看到山谷里白骨森森, 一个山洞里, 到处都是残枝断壁, 还有一些破碎的铁笼, 这些东西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层, 显然很久都没有人来过了。 而最近的痕迹出现在一片山壁上, 山壁上有两个很大的洞, 地上有些碎掉的石头, 还有铁链脱拽的痕迹。 姜婉引查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但是这么大一处地方, 还在兰陵境内, 显然和金家脱不了关系。 有在大范山出现过的门人, 看着地上手腕粗的铁链痕迹, 一下就想起了在大范山惊鸿一现的温明。 他看了看暴怒的宗主, 没敢说。 他知道这个宗主脾气不好, 这个时候要说的话, 他估计得挨上一鞭子, 然后姜婉引还会骂他怎么不早说。 跟在姜婉引身边的人, 其实没几个忠心的。 姜婉引脾气太差, 一不小心就有挨打的风险。 要不是他好糊弄, 搞钱容易, 哪还有人肯跟在他身边啊。 这些门人能做的事, 就是能少说话尽, 尽量少说。 能不引起注意, 就尽量不要动, 特别是在姜婉引暴怒的时候, 他们还是不要有存在感好了。 蓝忘机被人抢了抹额, 他立马就追了出去。 只是那女子和孩子, 好像凭空消失了一般。 他追出去很远, 却也没有见到人, 他以为自己追错了方向, 又换了个方向去追。 如此一来, 耽误了许多时间, 抹额没招打不说, 回到乱葬岗时, 魏无羡都带着宝宝离开了。 蓝忘机失落, 又难过地站在乱葬岗结界之外, 越想越不对劲。 不说他的抹额, 是认主有点法力的, 一般人想娶他的抹额, 会被自然地弹开。 而刚刚那女子, 好像是凭空出现的, 还带着个孩子。 谁家好好的人会带着孩子, 走到这乱葬岗来。 刚刚那个孩子的样貌, 蓝忘机回想起来, 越看越像魏英。 蓝忘机心里咯噔一下, 难道魏无羡不是被人献设了? 他早就回来了。 那个女子是他的妻子吗? 还有那个孩子, 和魏无羡那么像, 不会是他的儿子吧? 那女子带着孩子, 出现在他面前, 是什么用意呢? 蓝忘机突然反应过来, 他一直守在这乱葬岗, 魏无羡想离开, 估计就是不想见自己。 糟了, 中了吊虎离山之计。 可是, 魏英会去哪儿呢? 蓝忘机立马拿出忘机琴, 开始问灵。 魏无羡并没有吩咐周围的亡灵什么。 只是周围的亡灵害怕他不敢多说, 蓝忘机一连问了好几个灵都不敢吭声。 最后才有一个亡灵说一句, 有人向云梦放向去了, 连是什么人都不敢多提。 能让亡灵如此惧怕之人, 也就只有魏无羡了。 蓝忘机收好望机琴, 连忙遇见往云梦飞去。 说来也巧了, 魏无羡带着宝宝到了云梦, 却发现江婉淫并不在云梦。 看着莲花物周围, 开着颜色鲜艳, 如同血液一般大红色的莲花。 魏无羡的脸上露出冷笑来。 他小的时候, 并不知道这莲花物外的莲花是什么品种, 只是这莲花大多数开白色的花。 偶尔一株花卉开成红色, 鲜红的颜色十分美丽。 小的时候, 他跟一群师弟们在一起, 时常会去数到底开了多少红色的莲花。 后来, 他在乱葬岗找到的记载中才知道, 这莲花物外种的是一种很稀有的莲花。 这些门大概是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莲花了。 这是一种寄生莲, 开在湖里纯净洁白。 但是它它却是一种食人花。 不, 是石狮花。 只要把人的尸体丢到湖里, 寄生莲就会把根炸到尸体里, 靠吸收尸体的营养来生长。 开出的花也成了鲜艳的红色。 这样的寄生莲种在湖里, 湖里就不会被尸体污染, 湖水也会保持纯净。 一朵红色的花就表示一个生命的消失。 看着莲花物周围一片红色的莲花, 就可以想象这个湖底到底有多少死人了。 魏无羡闭上眼睛, 能够听到那些冤魂的哀号。 寄生莲不但会吸收死掉的肉体, 还会禁锢住那些人的亡灵, 使其不得超脱, 一直到被莲花吸收殆尽。 魏无羡看着这么多的莲花, 小的时候还能看到白色花多, 红色花少, 现在是找一朵白色的花出来也难了。 这江家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人。 他记得小时候, 自己采了红色的花朵送给江燕梨。 他看到自己拿的花朵脸色都变了, 还让自己扔掉, 说他不喜欢红色的, 只喜欢白色的莲花。 如此看来, 江燕梨一开始就是知情的, 或者说, 江家人都是知道这寄生莲的作用的。 不然江婉吟又怎么会肆无忌惮地 把尸体直接抛尸壶里呢? 也不怕臭了呀。 显然他知道, 这壶中的莲花会帮他处理掉尸体, 连灵魂都不会放过, 他也就不怕冤魂找上门来了。 魏无羡看到这样的情况, 站在壶边做法。 一层肉眼不可见的怨气 从他面前扩散出去。 那些莲花瞬间被怨气入侵, 被困在莲花中的亡灵得到解脱, 从而占领了莲花的意识。 虽然一棵植物没有什么太多的意识, 但是现在这些莲花都被这些亡灵占领了。 魏无羡让他们先安静地等着, 等到江婉吟回来了再行动。 该报仇的报仇, 该平愿的平愿。 当然,魏无羡也是要报仇的, 江婉吟的那颗金丹他已经用得太久了。 拿着他的金丹做了这么多年, 他魏无羡真的是缺了大德了, 才会把金丹剖给这么一个人。 也是时候该要回来了。 江婉吟不在, 魏无羡就离开了云梦, 去了清河。 他在墨悬鱼体内做法的时候, 看到了一些墨悬鱼残留的记忆。 那县摄术可不是墨悬鱼能弄到的。 县摄竹本就来自于魏无羡的残稿, 而这些东西只有金临台上有。 清河, 聂怀桑刚刚处理完了金临的事, 一副焦头烂额的样子回到房间。 回到房间的聂怀桑放松了自己, 倒了杯水来喝。 下一刻, 却听到一个声音说, 聂宗主可真是悠闲啊。 噗! 嗨嗨! 一口茶喷了一半出来, 另一半却被枪到了气管里。 一阵惊天动地的咳嗽声, 导致外面的人连忙敲聂怀桑的门。 宗主, 出了什么事? 灭怀桑在房间里, 那灼灼的目光下开口道, 没事, 我喝水枪到了, 你们都退下吧。 好的, 宗主, 有事就叫我们。 听到脚步声远去, 来人敲敲桌子, 灭宗主, 想不到你的手下还挺忠心。 灭怀桑刚刚处理了金灵, 心里慌得不行, 这会看到魏无羡, 还以为是来找他麻烦来了。 整个人不受控制地颤抖着, 魏无羡歪歪头, 怎么? 我这么可怕, 还是你做了什么亏心事? 喂, 魏兄, 是你呀。 我, 我这不是好久没见到你了, 太兴奋了吗? 魏无羡挑挑眉, 聂兄, 看样子你是对我回来一点都不意外啊。 我是不是该感谢聂兄的窜多献舍之恩呢? 灭怀桑眼神闪了闪, 此时的魏无羡是他原本的样子, 并不是墨玄宇的样子。 魏兄,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灭怀桑注意到, 魏无羡的怀里抱着个娃娃, 那孩子看起来七八个月的样子, 浴血可爱。 样貌长得居然和魏无羡有七八分相似, 而不像的那两三分, 灭怀桑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熟悉感。 魏无羡慢条丝里地给自己倒了杯茶水, 行了, 别装了。 墨玄宇的记忆我都看过了。 说吧, 你费尽心思把我弄回来是想做什么? 灭怀桑是真的吓坏了, 要知道, 因为他的疏忽, 精灵死在了祭刀堂。 以魏无羡在大范山上对精灵的那个保护劲, 要是知道了, 那还得了。 灭怀桑尽量保持平静, 魏兄, 这, 我也是没办法, 我大哥被人害死了, 连尸体都找不回来。 我这不是想着, 魏兄你无所不能, 说不定能帮上忙呢。 灭怀桑其实是有些好奇的, 魏无羡被墨玄宇献舍回来, 怎么这么快就变成了原本的样子, 而且他怀里的那个孩子, 一看就是他儿子。 难道说, 魏无羡本来就没死? 结果墨玄宇献舍把他的魂魄拉过来了, 现在是又回到自己的身体里了。 灭怀桑这人向来细心, 他在注意到魏无羡的第一眼的时候, 就注意到他是有影子的。 所以他并没有想到, 此时坐在他面前的人并不是人而是鬼。 魏无羡心里对灭怀桑还是挺感激的, 要不是他, 说不定自己的魂魄还魂魂噩噩, 不知在何处呢? 魏无羡轻轻摸着宝宝的头, 宝宝一脸好奇地盯着灭怀桑看。 这个人是清和的灭宗主, 他曾听到江婉吟跟人说起过。 在江婉吟口中, 这灭宗主就是个没有的废物。 但是此时的灭宗主好像并不是那么回事。 原来爹爹能回来, 是灭宗主的原因。 魏无羡, 你想让我帮忙给你大哥报仇? 知道仇人是谁吗? 灭怀桑连忙摇头, 不是的, 魏兄, 我大哥好像是被人分尸了。 墨家庄那条手臂就是我大哥的。 其实, 我是想让你帮忙找到我大哥的尸身。 别的事情, 我自己也可以。 我不想我大哥死无全尸。 魏无羡点点头, 找其尸身不难。 不过那段臂现在应该在蓝家吧, 你打算让蓝战去找? 灭怀桑的面色有点古怪, 魏兄, 我这原本不是打算让韩光君同你一起找吗? 只是这韩光君现在人在乱葬岗, 我也没办法。 灭怀桑在心里吐槽, 蓝忘机呀蓝忘机, 我就只能帮你到这了, 我还想着能让你和魏兄再续前缘呢。 只是这位兄连孩子都有了, 你们怕是真的无缘了, 也不知是什么样的女子敢给仪灵老祖生孩子。 可怜堂堂韩光君也有爱而不得的时候。 魏无羡思考了一下, 这样, 尸身我可以帮你找到, 其他的事就要靠你自己了。 我还有别的事要做。 魏兄, 爱, 你, 什么? 你知不知道金灵死了的事? 灭怀桑咬咬牙, 出言试探道。 魏无羡冷了一下, 金灵死了。 哦, 死就死吧, 性子鲁莽, 早点死也省得祸害别人, 跟我没关系。 魏无羡那怀里的娃娃虽然小, 但是好像能够听懂他们的谈话, 听到金灵死了的消息。 他笑眯眯地拍起手来, 一副懵懂无知的样子。 但是灭怀桑确定, 他就是听到他说金灵死了的时候才那么高兴的。 看着怀里高兴的宝宝, 魏无羡无奈地把人举高一点, 在他脸上巴唧了一口。 宝宝呵呵地笑出声, 在魏无羡脸上回汽了一口。 金灵的死已经不能让魏无羡的心绪有半点波动了。 见到宝宝这么开心, 他也很是高兴。 灭怀桑见魏无羡对金灵的死无动于衷, 心里虽然有些奇怪, 但更多的是松了口气。 要是魏无羡真的很在意金灵, 要查清楚他的死因的话, 以魏无羡的本事, 他是能够找到聂家清和来的。 到时候, 一个魏无羡一个姜家一个金家, 他是真的应付不过来了。 看到魏无羡跟孩子玩得开心, 他不由地问道, 魏兄, 这是你的孩子啊, 他长得可真可爱, 叫什么呀? 魏无羡得意地说道, 我儿子当然可爱了, 是不是长得跟我很像? 他叫魏玉, 小明宝宝。 虽然早有预料, 但是听到魏无羡这样说, 聂怀桑还是在心里哀嚎了一声, 蓝忘姬, 节哀。 到底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情谊, 聂怀桑看魏无羡的眼神就跟看个负心汉一样。 心里只是可怜了蓝忘姬这些年的问铃, 哀哀十三载, 到头来人回来了, 却孩子都跟人生了。 魏无羡做法, 帮聂怀桑找到了聂明觉尸体的位置。 其他的, 他并没有立马就安排人去取, 但是祭刀堂那里, 他就急忙派了人去了一趟。 有着小鬼的指引, 很快就从墙壁里挖出了一双腿来。 看到大哥的一双腿, 聂怀桑气的一双银牙都咬碎了。 金光瑶真是好样的。 将大哥的头放在他的住处不说, 还把大哥的腿埋进了聂家祖坟。 这手段, 还真是手眼通天啊。 不服不行。 要说聂明觉这事呢, 聂怀桑连查带猜测的, 也差不多还原了事情的真相。 聂明觉之所以走火入魔而死, 他重点怀疑到了清新音上。 反正魏无羡都知道了这么多事, 也不差这一点, 所以聂怀桑也没有隐瞒, 把他查到的事还有他的猜测都告诉了魏无羡。 魏无羡之前就奇怪, 为什么聂怀桑一定要拉上篮家? 原来原因在这里。 如果真的是因为清新音的问题, 当然是篮家来查才对。 魏无羡皱了皱眉头, 虽然他对篮家没什么好感, 但是篮家还有个蓝忘机呢, 他自然的都会戴上一层滤镜。 你觉得你大哥的死是金家和篮家联手做下的? 聂怀桑神色有些暗淡, 蓝西辰不会。 不管怎么说, 我知道他不会有意地去害我大哥, 他是真的把我大哥当成一兄, 他不会做害我大哥的事。 但是无心之失就不是错吗? 因为他的原因, 我大哥悟信奸人, 死无全尸。 他蓄谋也好, 无心也好, 我大哥就是他害死的。 难道就不需要接受惩罚吗? 聂怀桑看了一眼魏无羡和他怀里的宝宝, 一有所指的说, 就好像当年韩光君受了那么重的惩罚, 几乎损命。 我觉得他没有做错啊。 但是蓝家人觉得他错了, 不还是对韩光君下手了吗? 提起蓝旺姬, 魏无羡的注意力果然被吸引过去了。 两父子听说蓝旺姬受了很重的惩罚, 差点死了, 两人眉间力气一闪而过, 神童不得紧紧盯着聂怀桑。 魏无羡, 蓝旺姬受罚, 怎么回事? 受了什么罚? 是不是不夜天大会之后? 两张一模一样的脸, 一脸寒气地看着他, 聂怀桑都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喂, 魏雄, 你, 你知道什么内情吗? 我只听说, 韩光君被打了三十三界边, 好像是他和家里长老发生了冲突, 打伤了人。 要我说, 这也罚得太重了, 三十三界边, 是不想要人活呀。 三十三界边, 魏无羡想起当年将婉淫挨了一界边, 就痛得要死要活的。 三十三界边该有多痛? 这一刻, 魏无羡不去招惹蓝旺姬的心动摇了。 人鬼殊途又如何, 左右不过是他们一家三口过日子。 既然蓝家这么不珍惜蓝战, 他带着蓝战又有什么不可以? 蓝战给蓝家, 不说摄日之争上那不少的战功, 还有这些年, 四处业裂, 逢乱必出给蓝家正下的声望, 也够他还蓝家培育之恩了。 蓝家差点要了他的命, 不就是因为他魏无羡吗? 被别人家当了刀使, 还觉得自己占了大意呢? 魏无羡不知道蓝旺姬追在他身后吗? 他知道的, 但是毕竟他已经不是人了, 他也早就想好了, 等报了仇, 就带着儿子还有温宁他们一起去冥界。 他和蓝旺姬注定只有那一夜的缘分, 可是知道了蓝旺姬受了那么重的惩罚后, 魏无羡知道自己动摇了。 不是说蓝旺姬还有感激什么的, 他本就对蓝旺姬有感情, 身体上的痛也就够了, 还有能够痊愈的时候。 如果他真的带着宝宝就这么离开这个世界, 那蓝旺姬心里的痛要怎么愈合呢? 问零十三年, 他有多难过, 有多痛? 难道还要他找一辈子吗? 这还是蓝旺姬不知道宝宝的存在, 要是他知道宝宝其实是他的孩子呢? 他要怎么在这仙门行走, 面对的人都是害死他妻儿的仇人。 他要怎么面对蓝家, 蓝家不也上了乱葬岗, 不也坐闭上关了吗? 魏无羡不知道, 其实蓝旺姬对那一晚是有感觉的。 他因为醉酒, 第二天起来就断片了, 什么都不记得了。 魏英把他收拾得干净, 他当时没有怀疑, 但是时间久了, 自己还是不是童子之身, 他一个修行的人会感觉不出来吗? 他心里在怀疑也不敢问。 他始终记得魏英说他不喜男子之事, 魏英努力营造出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 不就是不想和他沾边吗? 不夜天后, 他把伤痕累累的魏英带走, 在山洞里向他表白, 魏无羡一句句地滚, 如同刀一样一刀一刀地扎进他的心里。 他哪里还敢对当日之事提起半句, 心里那点怀疑也只敢当成一场梦看待了。 只是这十三年里, 美美惊醒, 那场酒醉如同复古之躯一般, 折磨得他夜不能寐, 痛不欲生。 魏无羡还在这里想着事情, 聂怀桑就听到门人来报, 韩光君来清河了。 这, 聂怀桑转头去看魏无羡, 魏无羡坐着眉洞。 聂怀桑试探着说道, 魏兄, 我出去见见韩光君。 魏无羡的语气平淡无波, 你是宗主, 你要见什么人, 问我做什么? 我只是来会会老朋友, 我又没有绑架你。 呵呵, 聂怀桑尬笑了两声, 魏兄, 我这不是怕招待不周吗? 你先坐, 我去见见韩光君。 聂怀桑拱了拱手, 就退出房间去了, 出门的聂怀桑吩咐门人往他的房间上一壶茶, 还有一些糕点, 想了想, 又让人准备了一碗牛乳, 又让人炖了一碗米糊。 他见那小孩也就七八个月的样子, 估计也吃不了什么东西。 门人以为宗主有客人在, 连忙准备好了东西送进去, 却见房间里一个人影都没有。 魏无羡和宝宝早就化作虚无, 隐身去看孩子他爹去了。 宝宝乖乖地坐在魏无羡的怀里。 阿爹, 父亲好可怜, 我们不要丢下他好不好。 当鬼也挺好的, 也不会肚子饿饿, 还能飞来飞去。 我可以分一半魂力给父亲, 让父亲和我们一起吧。 聂怀桑在会客厅看到蓝忘机的时候, 就觉得, 蓝忘机的身上, 好像多了一种说不出来的无错。 他问零了十几年, 终于问到那个人了, 但是他绝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 出现在魏无羡面前, 说自己在找他。 或者是在告白一次, 看着他厌恶的眼神, 听他说让他滚。 还有那个跟魏英长得好像的孩子。 魏英是不是已经有了妻子儿女, 他不过是个碍眼的存在。 蓝忘机觉得, 此时的他, 最应该做的就是回到云深不知处, 进入寒潭洞闭关, 不要再出来现眼了。 可是他到底还是不甘心, 他想, 再看一眼那个人, 看他好好的活着, 看一眼就好。 聂怀桑就是在这个时候出来的, 蓝忘机身上的那种带着绝望的孤寂感, 连聂怀桑都感觉到了。 他在心里吐槽魏兄真是作孽不浅啊, 好好的一个仙门楷模, 给霍霍成什么样了, 撩了就跑, 不负责任。 而聂怀桑吐槽的魏兄, 此时已经来到蓝忘机所在的会客厅了, 两父子站在角落里, 看着这样的蓝忘机, 神色都有些不忍。 一看到聂怀桑, 蓝忘机也不拐弯抹角, 直接就问了, 聂宗主, 你可曾见过魏英? 没有。 聂怀桑矢口否认, 还装模作样地说道, 怡陵老祖不是在十多年前就死了吗? 韩光君找的是哪个魏英? 魏无羡有些哭笑不得, 他刚刚好像没有恐吓这聂怀桑吧? 他是不是误解他的意思了? 魏无羡连忙传言道, 聂怀桑, 你让蓝湛留下来, 晚点我去见见他。 聂怀桑一顿, 心里魏蓝忘机莫哀。 完了, 魏兄要找韩光君说清楚了, 可怜啊可怜, 他要不要提前通知蓝西辰啊? 明日来把大受打击的韩光君带回蓝家去。 聂怀桑话都出口了, 结果又要改口, 他不由地咳嗽了几声, 惹得蓝忘机抬头看他。 他折扇一开, 遮住大半个脸庞, 韩光君不如在不敬氏住下, 说不定会见到故人呢。 聂怀桑给蓝忘机打了个眼色, 蓝忘机立刻领会, 连忙回道, 好, 叨扰聂宗主了。 聂怀桑, 不不不, 韩光君能来我清禾做客, 真是让不敬氏彭壁生辉。 来人, 给韩光君安排客房。 蓝忘机看了一眼聂怀桑, 有些不明白他的临时改口, 但是他心里的那点蜥蜴让他不能拒绝, 心里想着能够见到那个人。 他顿了顿, 对着聂怀桑一礼, 跟着门人离开了。 聂怀桑看着蓝忘机走出去, 一回头, 就看到魏无羡抱着个孩子站在墙角。 他吓了一跳, 拍着胸脯说道, 魏兄啊, 你还是不是人了? 神出鬼没的, 好吓人啊。 魏无羡勾唇扬起一抹邪笑, 你猜对了哦, 聂兄, 我现在还真的不是人, 是从地狱里爬回来的恶鬼啊。 说完还对聂怀桑滋滋哑, 聂怀桑的目光落在地上, 魏无羡的影子正静静地印在地上。 似乎察觉到聂怀桑的注视, 那影子还伸出手对聂怀桑挥了挥。 聂怀桑心里跳了一下, 抬头见魏无羡正逗着怀里的孩子。 聂怀桑感觉一阵寒意涌上来。 呵呵, 魏兄, 你就别吓我了, 你知道的, 我不惊吓的。 要是吓出个好歹, 你赔啊。 对了, 魏兄, 我们好久没有喝酒了, 一起喝一杯啊, 我这里可是有陈年的天子笑啊。 魏无羡看了聂怀桑片刻, 这才点头, 好, 我也有点是想问问你。 聂怀桑吩咐门人整了一桌好菜, 打算和魏无羡好好喝一顿。 两人坐在一起时, 聂怀桑这才终于注意到了不对劲。 地上的确是有魏无羡的影子, 但是怀里的小孩子没有影子啊。 他的眼睛都瞪大了, 魏无羡怀里的小娃娃, 虽然长得皮肤雪白, 但是隐隐地带着红韵。 怎么看都是个鲜活的小娃娃啊, 他还能看见她一呼一吸, 胸口心脏跳动的样子。 结果他却没有影子, 只是个鬼魂。 聂怀桑有些不敢置信, 他记得魏无羡说过, 这是他的儿子。 魏无羡的儿子是个鬼。 怎么可能? 魏无羡和聂怀桑喝着酒, 在魏无羡怀里, 乖乖的宝宝爬出他爹爹的怀里, 滑到桌子旁边玩。 察觉到聂怀桑注意到他, 他恶劣地抬起头对着聂怀桑姿牙一笑, 眼睛也变成血红的颜色, 吓得聂怀桑手里的筷子都掉了。 魏无羡伸手把宝宝滴溜进怀里, 宝宝,你别吓他。 你聂叔叔不惊吓的。 魏,魏兄,你说这是你儿子? 你什么时候有儿子的? 魏无羡的表情没变, 我儿子当然是我生的。 说起来, 他比金灵还要大几个月呢? 被江婉淫活活摔死的。 灭怀桑颤抖了一下, 心里突然明白, 为什么魏无羡会对金灵的死无动于衷了? 这杀子之仇, 魏无羡不亲手杀金灵都算是他慈悲了。 只是他有点不明白, 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魏无羡被献射的时候, 在大范山又会护着金灵呢? 灭怀桑当然想不到, 那个时候, 魏无羡的灵魂并没有完全苏醒, 忘记了宝宝的存在。 和一个鬼魂处于一个空间, 除了一开始有点惊讶以外, 灭怀桑并不怎么害怕, 主要是他对魏无羡真的很信任。 他一直都知道, 魏无羡是怎样的人, 他也相信自己的眼光。 年少的他不会看错人, 哪怕现在告诉他, 魏无羡是个鬼魂, 他也不会有什么好怕的。 他们在这里喝酒, 那边兰旺姬也有聂家人送去了晚餐。 吃过晚餐后, 兰旺姬就在房间里休息。 他本是有些睡不着的, 却不知怎么回事, 好像有一股风吹过, 他就睡了过去。 兰旺姬觉得自己好像恍恍惚惚间, 又来到了乱藏岗。 他看到许多的温室人, 聚在一起吃饭。 他自己也在, 一开始有人敬他酒, 他是推了的, 兰家人不饮酒。 后面散场后, 魏无羡一个人还在那里喝, 魏无羡敬他, 他不忍心拒绝, 也跟着喝了。 最后两人都喝得烂醉, 两人互相搀扶着进了浮摩洞。 也不知是谁先开始的, 两人就这么滚到了一起。 兰旺姬在清河住下后, 晚上睡着后, 就梦到了当年之事, 梦到魏无羡有孕, 梦到魏无羡剖腹铲子。 之后, 兰旺姬就在梦中看到了魏无羡。 他抱着一个七八个月的孩子, 一脸笑意地看着他。 兰旺姬知道自己是在做梦, 但是这却是第一次在梦里看到魏英出现。 魏元英一脸笑意地看着他, 兰战, 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 兰旺姬眼睛死死地盯着魏英, 我不好, 我找不到你。 他们都说你死了, 你不会死, 我不信。 大概是在梦中, 兰旺姬的话也多了起来, 他更是放下了端庄雅正, 冲向了魏英, 将他连同宝宝一起抱入了怀中。 魏无羡虽然是入梦, 但是这还是他第一次清醒着 和兰旺姬如此地亲密, 兰旺姬的胸怀很宽阔, 他和宝宝两个一起窝在兰旺姬的怀里, 魏无羡地脸红了起来, 宝宝则惊奇地看着害羞的爹爹。 父亲抱着他们, 他是很开心了, 但是爹爹为什么会脸红啊? 魏无羡抬起头, 所以, 这十三年, 你一直在找我。 可是我真的死了, 死后无人祭拜, 还要日日被人咒骂。 狼忘机听到魏无羡这么说, 好像受到了打击, 不会的, 不是的, 你自己说过, 你是怡灵老祖, 无所不能, 怎么会死? 魏无羡的嘴角, 扯出一个嘲讽的笑, 蓝战啊蓝战, 堂堂仙门大名鼎鼎的韩光君, 也不过是个自欺欺人之辈。 你只是不能接受, 你们蓝家也是害死我的其中之一罢了。 在你的心里, 蓝家才是最重要的。 我吗? 你心悦又如何, 不过是个邪魔外道, 可有可无。 蓝战, 这么多年, 你从来没有想过, 是谁害了我吗? 还是你不敢去查? 蓝家, 一个君子之家呢, 怎么会做错事? 我已经死了, 所以怎么样都不重要, 你也可以继续做出这副深情的样子。 蓝战, 你看看我们的孩子, 他流着蓝家的血哦, 可是他才七个月就死了, 死在蓝家人的眼皮子底下。 你去问问蓝戏尘啊, 他亲眼看着自己的侄儿死在他的面前, 他有什么感想? 在会客厅的时候, 魏无羡的确是心软了, 但是入梦以后, 看到蓝望鸡这副样子, 魏无羡心里的有一团火, 烧伤了自己, 也烧得蓝望鸡, 遍体鳞伤。 说完这些, 魏无羡和宝宝一起消失在蓝望鸡的面前。 魏英, 魏英, 蓝望鸡撕心裂肺地大喊。 从梦中惊醒过来的蓝望鸡, 看着陌生的房间, 一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宝宝很是疑惑, 不解地问魏无羡, 爹爹,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父亲会伤心的。 他迟早都要伤心, 他要和我们父子一起, 就要面对你的死。 我还没有让他看到 更让人伤心的场面呢。 接下来要怎么做, 就看他自己的了。 魏无羡的身影 从蓝望鸡的住处外消失, 蓝战, 你可别让我们父子失望啊。 他魏无羡曾经在被先门人诟病, 他也从未觉得自己是个坏人。 但是这次回来, 抱着没有重量的鬼魂宝宝, 他知道自己做不了什么好人了。 仙门百家, 欠他的他都要一一讨回来, 蓝家也一样。 第二日, 蓝望鸡就匆匆告别了聂怀桑, 回蓝家去了。 回到蓝家, 蓝望鸡第一件事就是招了蓝丝锥去问话。 蓝丝锥从大范山回来, 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姑素。 那日他独自一人下山购物, 却遇到了一个鬼魂, 那鬼魂看到他, 就激动地叫他阿怨, 说他是他的婆婆。 蓝丝锥想不起以前的事, 也不认识那鬼魂。 鬼魂一直跟着他, 说他是他的孙儿。 蓝丝锥无法, 只能用锁琳囊把那鬼魂带在身边, 想说等有空了帮他找孙儿。 可是, 带着这鬼魂在身边以后, 他就经常做梦, 渐渐地, 儿时的记忆他都想起来了。 他知道了自己不是叫蓝苑的, 他本名叫温苑, 从前住在乱藏岗。 有一天, 婆婆对他说, 要和他做个游戏, 让他藏起来。 不要说话也不能发出声音, 不然就会再也看不到他们了。 他在一个树洞中躲了很久很久, 可是婆婆一直都没有来找他。 他恍恍惚惚之间, 发出了乌叶之声, 然后他就看到了有钱哥哥来了, 找到了他, 将他抱出树洞。 后来, 他却把所有人都给忘了。 他住到了有钱哥哥的家里, 忘记了婆婆, 忘记了秦姑姑。 样子有些吓人, 却对个最温柔的宁叔叔, 还有最喜欢带着他玩他也最喜欢的献哥哥。 想起了这些记忆后, 他很是纠结。 他在兰家也曾听说过围剿乱葬岗的事, 他知道, 就是他被藏树洞中的那一次。 那一次所有人都死了, 献哥哥, 还有宝宝弟弟。 和婆婆相认后, 虽然婆婆对他在兰家没有说什么不好, 也真心感激兰家把他教得这么好。 但是, 司追却过不了自己那一关, 他只要一想到, 那么小的宝宝弟弟也死在了那一场围剿中, 他就觉得仙门百家的人太过可恶了。 连一个婴儿都能下手, 还说什么既是旧人, 不过是一群道貌黯然的伪君子。 蓝司追心里一直在想着退出兰家之事, 只是蓝忘机一直没有回来, 他才一直没有行动。 蓝忘机一回来, 就找了他。 司追还想着要怎么跟韩光君开口, 就听到蓝忘机问他, 司追, 你可曾想起而是记忆? 蓝司追惊讶地抬头去看韩光君, 却见蓝忘机的眼珠充满了急切和悲痛, 仿佛他只要摇头他, 就会吐血一般。 蓝司追张了张嘴, 还是老老实实地点头, 韩光君, 我都想起来了, 我叫温怨。 蓝忘机听到此话, 慌忙地站起身, 一瞬间就到了蓝司追的面前。 哀怨, 你告诉我, 魏英是不是生了一个孩子? 是不是? 蓝司追被韩光君吓了一跳, 是, 献哥哥生了宝宝。 宝宝? 蓝司追在蓝忘机, 骂人的目光下开口, 他叫魏宇, 我们都叫他宝宝。 宝宝在献哥哥的肚子里的时候, 我还摸过献哥哥的肚子, 被宝宝踢过。 后来秦姑姑从献哥哥的肚子里, 剖出了宝宝。 蓝西辰从金灵台回来, 他之前收到了金光瑶的请帖, 就去了蓝陵, 盘缓多日才回来。 一回到蓝家, 就听到门人说, 韩光君在家里, 把当年去乱葬岗的人, 每个人都叫去问过话。 现在, 每日都等在韩室外, 蓝西辰一回到韩室, 就看到了神色憔悴的旺季。 他的眼睛带着血丝, 整个人都在崩溃的边缘。 蓝西辰吓了一跳, 旺季, 你这是怎么了? 我听说, 大范山有人招出了鬼将军, 有传言, 怡灵老祖回来了。 你这是受了什么刺激? 蓝西辰是知道, 旺季对那个人的感情的。 只是弟弟这副样子, 是被再次接近那人, 被拒绝了吗? 看到蓝西辰, 蓝旺季开口询问, 这几日, 他也不能没滴水未尽, 声音已经沙哑得不像样子了。 兄长, 当年你带着人上乱葬岗, 是不是见过一个小婴儿? 长得很像魏英, 只有七八个月大的样子。 蓝旺季的目光紧紧地盯着他。 蓝西辰心里咯噔一声, 当年在乱葬岗, 的确有江家的门人找到一个婴儿。 后来那个婴儿被交到了江婉吟手里。 江婉吟和魏英的事, 他们蓝家人并没有参与。 只是后来听说, 那个孩子也被杀了, 怡陵老祖的孽种, 当然要斩草除根。 他心里虽觉得这样不好, 孩子是无辜的。 但是人杀都杀了, 他再出来, 说不是找不痛快吗? 在蓝旺姬的目光下, 蓝西辰终究是不能撒谎。 的确是找到一个婴儿, 是江家人找到的, 交到了江宗主手里。 所以, 你就看着一个无辜的孩子, 死在那人的手里。 蓝旺姬的语气有点可怕, 同时, 一口鲜血从嘴里喷出来, 蓝旺姬无力地跌坐在地上。 一双眼睛血红, 死死地盯着蓝西辰, 一字一句地说道, 那是我儿子, 他该叫你一声大驳的。 一声大驳, 让蓝西辰身形俱阵。 蓝旺姬的声音变得无比地狠力, 怎么死的? 旺姬, 你是不是弄错了? 怎么会? 蓝旺姬打断蓝西辰的话, 我问, 怎么死的? 这, 蓝西辰对上蓝旺姬血红的眼睛, 被姜婉淫活活摔死, 据说血肉模糊。 只一瞬间, 蓝旺姬身上的灵气就暴动了, 眼里更是流下血泪来。 眼见蓝旺姬情况不对, 蓝西辰急忙上前将蓝旺姬点倒, 慌忙换门人去叫医师。 很快, 蓝家的医师被门人拖了过来, 听说蓝旺姬出事的蓝启人 也急匆匆地过来了。 他一见到蓝西辰就问道, 西辰, 蓝旺姬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听说那个人回来了。 这个孽障, 祸害得我的蓝旺姬还不够吗? 非得要害死蓝旺姬是不是? 蓝旺姬虽然被点倒了, 但是他的意识并没有沉睡, 而是清醒着的。 听到蓝启人这样说, 他的嘴角又涌出一口血出来。 医师正用银针 稳定蓝旺姬暴动的灵力, 下一刻, 蓝旺姬身上所有的银针 全部都飞了出去。 蓝旺姬突然睁开眼睛, 一双血红的眼睛直直地看向蓝启人, 下一刻, 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全部都倒飞了出去。 医师惊呼, 不好了, 旺姬走火入魔了。 白影一闪, 蓝旺姬就消失在了众人眼前。 蓝启人被蓝西晨从地上扶起来, 西晨, 快, 快去找旺姬。 蓝家不能再出事了。 蓝西晨还没动作, 就有门人来报, 韩光君一路上伤了很多人, 闯到祠堂去了。 蓝启人捂住心口, 他要做什么? 快, 快, 去祠堂。 见蓝启人摇摇欲坠, 蓝西晨也只能扶着人, 飞快地往蓝家祠堂而去。 等到了祠堂, 却发现祠堂的门大开着, 蓝旺姬已经离开了。 蓝启人赶忙进了祠堂, 想看看旺姬到底干了什么, 却发现祠堂并没有什么变化。 蓝西晨心里有点慌, 放开叔父, 去拿供奉在台上的祖谱。 飞快地翻开祖谱, 却看到原本是蓝旺姬的那一叶, 一片血红, 竟然是断血换卖契约。 这是蓝家的一种禁术, 原本用于惩罚犯了大错的蓝家血脉。 此数将剔除蓝氏血脉, 受数者痛苦无比。 血脉在身体中燃烧, 直到七七四十九日后, 所有血液全部换一遍, 同时, 连骨髓也会一点点地重新换过。 这七七四十九日内, 瘦数人只能用灵力维持生命, 新生出来的血脉 会彻底只剩下另一位血亲的血脉传承, 属于蓝家的血脉将一点点地消融。 这七七四十九日, 每一刻都会遭受追心之痛, 直到断血换卖术全部完成, 受数者将和蓝氏再无任何关系。 而此数一旦开始, 将不能停止。 蓝氏几百年下来, 也只有两位蓝家人受了此数, 但是都没有坚持到此数结束, 都受不了这个痛苦, 自呛而亡了。 蓝西沉的目光一片骇然, 旺鸡。 蓝启人见蓝西沉在看族谱, 凑过去一看, 书页上血红的一片刺痛了蓝启人的眼睛。 下一刻, 蓝启人喷出一口鲜血晕绝了过去。 叔父, 来人, 快, 请医师。 看了一眼被弟子扶住的叔父, 蓝西沉咬咬, 你们看好先生, 我去找旺鸡去。 说完蓝西沉就匆匆地跑了出去。 他先是追到静室, 静室的门也大开着, 蓝西沉闯进去。 目光飞快地在房间里转了一圈, 其他的东西都没有动, 只是书桌上, 旺鸡最宝贝, 谁也不让看的那个小木箱不见了。 进入卧室, 却看到不知何时, 蓝旺鸡在床前挖了个暗阁出来, 此时暗阁也是空空如也, 连盖子都没有盖上了。 竟是没人, 蓝西沉想了一下, 又去了内门弟子的住处。 他急跑到弟子院, 还没到就大声问道, 锦仪, 锦仪, 私追呢? 蓝锦仪还吓了一跳, 家规不说, 不能急跑不能大声喧哗吗? 怎么宗主也犯了? 宗主, 你找私追啊, 刚刚韩光君来, 把私追叫走了。 去了何处? 蓝锦仪挠挠头, 我不知道啊, 私追也没问, 拿了零件就跟着韩光君走了。 我叫他他都没有理我呢, 看他回来我怎么收拾他。 蓝锦仪还不知道, 他的小伙伴不会再回来了。 蓝私追服这一身是血的蓝忘机, 还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过之前, 韩光君在山门口, 让他脱下家袍抹额, 放下御令, 他是半点都不带犹豫的。 两人遇见飞离了姑苏, 蓝忘机才支撑不住, 从空中落了下去。 蓝私追见韩光君, 明明是刚刚换不久的衣服, 很快就染上了血腥, 还以为蓝忘机身上有伤。 韩光君, 你伤哪里了? 我们先找个 医管包扎伤口好不好。 你流了好多血。 无妨。 快点离开。 蓝私追一脸地担忧。 可是, 韩光君, 我们去哪儿? 蓝忘机有些茫然地抬起头, 一双眼睛渐渐也从血红色 退成了原本的浅琉璃色。 去哪儿? 他想是在问私追, 也是想在问自己, 该去哪儿呢? 他凭着一腔的愤怒, 用那样极端的竖法 退出了篮架。 接下来, 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会深受法术之痛, 根本就没有任何战斗力。 虽然身边有个私追, 但是他也不能保证着 先门百家的人 不会对他们产生恶意。 现在最好的办法是 找个地方躲起来养伤。 至于他的修为能不能保住, 他就只能赌他母族那边的血脉 不会比父族这边差了。 毕竟他天资卓越, 从前大家都说 因为他是蓝家人。 若他不再是蓝家人, 不再拥有蓝家优秀的血脉了, 这资质能不能保住 就只能看天意了。 温婆婆一直跟在私追身边, 她是知道的, 那时候 魏公子和蓝公子喝醉了, 后来魏公子还发烧了几天。 之后魏无羡有孕, 乱葬岗的温家人 都心照不宣, 宝宝的父亲是蓝二公子。 魏公子不说, 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 蓝旺鸡回到蓝家找私追问话, 婆婆就知道 韩光君是知道了宝宝的存在了。 之后韩光君做的事, 他也看在眼里。 这回看到他们一起离开了姑苏, 却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 温婆婆就现身出现在两人面前。 韩光君, 如果不嫌弃的话, 去乱葬岗吧。 那里安全。 蓝旺鸡的眼里 露出渴望的神色。 他之前在乱葬岗前面等了多日, 却怎么都进不去。 他知道, 只要进了乱葬岗, 就一定能够见到魏英。 温婆婆见蓝旺鸡的样子, 心也软了。 韩光君这一身的血腥味, 就知道他忍受着多大的痛苦。 两人一轨一起来到了仪陵, 在温婆婆的带领下 进入了乱葬岗。 蓝旺鸡一身的血腥味, 乱葬岗的鞋碎都闻风而动, 对着蓝旺鸡垂涎欲滴。 一开始, 这些鞋碎见温婆婆在旁边, 还有些畏惧。 但是蓝旺鸡身上不停地散发着, 带着灵气的血腥味, 实在是太香了。 还是有鞋碎忍不住上前, 张牙舞爪的, 想要啃食眼前的美味。 却在下一刻, 蓝旺鸡的身上出现一层红色的结界。 感觉到那个人的气息, 鞋碎们被吓得转身就逃, 那架是吃奶的劲都驶出来了。 只片刻之间, 他们周围的鞋碎就消失得干干净净。 甚至那些怨气都害怕了一般, 蓝旺鸡周围的空气都清新了许多。 而此时, 蓝旺鸡看着手腕上突然出现的红色发带, 不由地落下泪来。 慢慢地, 满脸泪痕的脸上露出一丝喜色来。 他明白, 卫英并没有完全放弃它, 他还悄悄地保护了它。 卫英, 外面的动静惊动了正在潜心修行的温宁。 他出来的时候, 就看到婆婆领着韩光君和一个少年走了上来。 婆婆, 你把韩光君带上来了。 蓝旺鸡看到温宁, 也不觉得意外。 温宁一眼就注意到蓝旺鸡手腕上的发带, 她知道那是魏无羡留下的, 如果没有这条发带, 她也是进不来乱葬岗的。 温宁见此也没有多说什么。 从婆婆口中得知, 那个一同上来的少年就是阿苑, 温宁显得特别开心, 将两人带到浮摩洞后, 她就心匆匆地出去了。 不一会, 她就扛着巨大的一捆的木头回来了, 后面还跟着一溜烟的走狮, 每个走狮不是抱着巨大的石块, 就是扛着一捆木头。 温宁要给温苑盖一栋房子住, 以前他们温家人住在这里的房子都被毁了, 山洞里怨其重, 并不适合温苑居住。 有众多走失的帮忙, 一栋房子也就用了一天时间就盖了起来。 房子盖得不小, 一共三间房, 中间是正屋客厅, 一边一间作为蓝旺鸡和温苑的卧室, 房子外面整理了平地, 两边还有耳房, 一边是厨房, 一边用来洗漱等。 没办法, 乱葬岗条件简陋, 只能盖成这样了。 温宁还带着温苑下了刺山, 买了许多的家具, 日用品, 还有粮食回去。 魏无羡离开前, 就给温宁留下了不少的东西。 没有钱财, 温宁也就卖了一颗叶明珠, 就换来了一大笔银钱。 魏无羡表示, 没办法, 他成了鬼仙, 乱葬岗那些邪碎自觉上贡的, 宝贝多得不得了。 他出门的时候, 留了一部分在温宁那, 没想到还真的派上了用场。 云深不知处, 蓝旗人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第一时间就派人去找蓝西辰。 很快, 房间里就只剩下了蓝旗人和蓝西辰。 蓝旗人斜靠在床头, 面如金纸, 显然是怎么也不能接受蓝旺姬那么决绝地使用了禁术。 化去了族谱, 想要和蓝家彻底地断开关系。 蓝旗人不是傻子,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 当年魏无羡死, 知道蓝家上了乱葬岗围剿。 蓝旗人虽然看得出来旺姬对家族有怨, 也产生了隔阂, 这些年都是常年在外业裂, 很少回蓝家。 但是旺姬还是承认自己的家族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打击, 让他这样不顾一切, 也要脱离蓝家呢? 蓝旗人也想过, 是不是魏无羡这样要求他, 但是他自己就把这个想法给否定了。 当年魏无羡虽然顽劣, 但绝对不是这种人, 从他在水行渊就苏舍, 玄武洞就掀门弟子, 就可以看出来。 魏无羡不少那种极端的人, 绝对不会做出 故意让旺姬脱离家族的事。 蓝旗人看着脸色 同样好看不到哪儿去的蓝旗尘, 说吧, 发生了什么事? 蓝旗尘看着蓝旗人这个样子, 并不敢多说。 之前就已经受了不小的打击了, 现在还怎么受得住? 蓝旗人看蓝旗尘的表情, 也知道他的顾虑, 平静地开口, 你说吧, 我受得住。 蓝旗尘只能开口, 当年乱葬岗围剿, 我们上了乱葬岗, 却发现山上并不是什么温室余孽, 而是一群手无寸铁的老弱妇孺。 蓝旗人的目光看向蓝旗尘, 眼里带着疑问。 蓝旗尘继续说下去, 我们和聂家在路上斗鞋碎, 上山得比较晚, 我们上去的时候, 江家和金家的人, 已经将那些普通温家人都杀了。 蓝旗尘的神情悲痛, 我还见到江家门人找到一个婴孩, 交到了江婉银手里。 江婉银进了浮魔洞, 去杀魏无羡。 后来我听人说, 那个孩子被江婉银活活摔死了。 说到这里, 蓝旗尘只觉得心口一痛, 话说得有些艰难起来。 那个孩子七八个月大, 长得颇向魏无羡。 他们说, 那是仪灵老祖的孽种, 须得斩草除根。 蓝旗尘听到江婉银的做法, 也是惊呆了, 一个七八个月大的孩子, 也下得去手。 那么小的孩子懂什么? 随便找个人家送出去也好啊。 活活摔死, 这与魔鬼合意。 他怎么也想不到, 早年他认为, 秦分好学的学生, 竟然是如此心狠手辣的人。 蓝旗尘心里琢磨了一下, 又皱起眉头, 那这是和旺鸡有什么关系? 蓝旗尘, 我回来听弟子说, 旺鸡把当年每个 上过乱葬岗的人都问过了。 他来问我孩子的事, 我如实说了。 旺鸡告诉我, 蓝旗尘有些说不出口了。 什么? 你倒是说啊。 旺鸡说, 那个孩子, 是他儿子, 要叫我一声大伯的。 旺鸡的儿子, 你不是说是魏无羡的孩子吗? 我不清楚, 旺鸡没有跟我说别的。 但是叔父, 这个孩子, 如果真的是旺鸡的话, 按时间算的话, 正是他那一次去怡灵回来, 被你罚了闭关那一次。 那段时间, 我总觉得旺鸡魂不守舍的。 叔父, 你说有没有可能, 就是那一次发生了点什么? 这个孩子是旺鸡和魏无羡的。 旺鸡和魏无羡的。 两个男人, 怎么可能生孩子? 假如那个孩子, 真的是蓝家人, 是他的侄孙。 他连见都没有见过, 才几个月就死了, 蓝起人只觉得呼吸都困难了。 别说旺鸡了, 他都得疯。 他现在只能想, 也许是搞错了呢。 蓝锡尘, 也不一定, 传说夷灵老祖无所不能, 人死了这么多年, 不也回来了吗? 我现在就是想知道, 这旺鸡是从哪里知道孩子的事的。 蓝起人闭上了眼睛, 思考了许久, 久到蓝锡尘都以为他睡着了。 说实话, 蓝起人对魏无羡一开始的印象, 就不怎么好。 当年听学, 江家宗主江峰年就写信来说过, 魏无羡这孩子比较顽劣, 不听教话, 让他多淡待。 后来, 他在云深不知处见到魏无羡, 确实是顽皮跳脱, 和他那个娘很像。 他原本想着, 淡待就淡待吧, 好歹也是故人之子。 他最多对他严厉些就好了, 能交回来还是交回来。 可是, 没多久, 他就发现, 自己最得意的学生望迹, 越来越多的目光, 开始放到了魏无羡的身上。 他自己没有意识到, 但是蓝起人却看得很清楚, 他太了解这种眼神, 代表着什么意思了。 他曾经在自己的大哥身上, 看到过这种眼神。 想到大哥的下场, 他就对魏无羡生出了许多厌恶来。 他一直都知道, 蓝家的家规严厉, 说话做事都是规规矩矩的旺姬, 遇到那样一个鲜活的人, 怎么不可能心生向往。 他害怕了, 不想旺姬重蹈覆辙, 到了后面, 他甚至不让旺姬在一起听学。 之后, 魏无羡同金子轩打架, 将封年提出要把人带回去。 他明知道这样不妥, 为了旺姬能将这人放下, 他还是点头了。 只可惜, 在仙门中行事, 怎么都避免不了再见面, 旺姬还是陷进去了。 蓝启仁对魏无羡的怨念, 让他对魏无羡一直存在着偏见, 但是一个孩子无辜的死亡, 却像一盆冷水, 狠狠地多头淋下。 半晌, 蓝启仁睁开眼睛, 这是我来查。 孩子的事, 一定要查清楚, 如果真的是忘记的孩子, 死在了乱葬岗江碗银手里, 当年金家江家这事, 就是阴谋。 我蓝家, 还有聂家, 大概是让人给当枪使了。 蓝西尘满脸疑问, 叔父。 蓝启仁摇摇头, 西尘, 你没有孩子, 你不懂。 如果那个孩子真的是魏无羡的, 他就不会想着给人下咒, 还有杀金子萱什么的, 他就只会想办法带着孩子躲得远远的。 父母为了孩子, 为之计深远。 等你真正做了父亲, 你就明白了。 蓝西尘有些愕然地望着叔父, 脑子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 叔父, 你的意思是, 当年你回来, 也没有跟我详细说过乱葬岗之事, 更没有说过魏无羡还有一个孩子。 现在看来, 他是中了某家的计了。 我若早知道, 哎, 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蓝家呀, 到底是随波逐流, 做了恶人了。 如果最后查到, 那个孩子真的是旺姬的儿子, 他们蓝家要怎么去面对旺姬? 旺姬对蓝家该是多么失望。 他只要一想到自己的兄长, 曾亲眼见证了自己儿子的死亡, 旺姬回不来了。 蓝起人已经在心里想到了这个结果, 只觉得猴头一甜, 但是他却强行把血咽了下去, 想起蓝西辰和金光瑶的关系。 他心里就有升起一股火, 当年之事, 最大的受益者不外乎金家和江家。 蓝西辰就好像是金光瑶手里的那把刀, 指哪打啊? 而随后的这么多年, 金家的那位一路高走, 甚至在蓝西辰的支持下, 成了仙都。 蓝西辰,我希望蓝家的事, 你不要什么都跟你那位好一弟说。 特别是忘记的事, 哪有自己兄长, 跟别人说自己弟弟的私事的。 蓝西辰的脸色变了变, 想否认, 但是, 他好像的确是说过的。 张了张嘴, 到底是颓然地闭上了。 蓝家的事, 最先知道消息的是聂怀桑。 他一心想要为大哥报仇, 丁蓝家和金家丁得紧。 再加上他和魏无羡联系上之后, 请魏无羡帮忙, 对蓝家的动静就更是了如指掌了。 蓝忘记的事一发生, 就有消息从蓝家传出, 是往金家的, 被聂怀桑拦截了。 等到得知蓝起人要亲自外出查试, 他连忙修书一封, 想要试探蓝起人的态度。 聂怀桑的信也很简单, 就是听说蓝家找到断臂, 聂家门人在清河境内找到一双人腿, 同样怨气深重。 聂家也曾对其多次使用招魂仪式, 无一例外都失败了。 所以特来问问蓝家人, 看两具残肢是不是有什么联系。 之前蓝家的那只左臂在使用招魂仪式失败后, 进行安魂后, 断支纸的方向便是清河。 蓝起人很少下山, 对于当年之事心有疑问, 他也想要去聂家问一问情况, 于是带着门人就去了清河。 到了清河, 聂怀桑亲自出来迎接蓝起人。 此时的蓝起人看起来不怎么好, 神色憔悴, 短短的时间, 他好像就苍老了许多。 其实聂怀桑对蓝望鸡和魏无羡的事情了解得并不多。 至少他不知道宝宝是蓝望鸡的孩子。 他只知道魏无羡见了蓝望鸡一面, 然后蓝望鸡就急匆匆地回了蓝家。 之后就是蓝望鸡带着蓝丝锥在云深不知处山门外放下家袍离开了。 聂怀桑心里就一直在琢磨, 魏无羡到底和蓝望鸡说了什么, 让蓝望鸡这种家族嫡系, 也做出脱下家袍, 离开家族的事情。 将蓝起人迎入会客厅。 他之前在魏无羡那里弄来了不少有用的符咒, 将聂家清理了一遍。 聂怀桑心里还挺不好意思的, 毕竟当年他们聂家也是围剿乱葬岗的一员。 但是魏无羡因为心里感激, 聂怀桑谋划着唤醒了他不知在何处的魂魄, 让他能够和宝宝再次团聚。 所以, 魏无羡对聂怀桑诸多容忍。 魏无羡就是这样的人。 别人对他的一点好他都会用加倍的好去回报, 别人对他的滴水之恩, 他也能涌全相报。 见到聂怀桑, 蓝起人就问起了当年魏无羡之事。 聂怀桑也如实地把自己这些年能够查到的东西都告诉了蓝起人。 蓝起人从头到尾都皱着眉头, 你是说, 当年穷奇到截杀, 调度蓝家和聂家的人, 你兄长是不知情的。 那西晨呢? 他知不知情? 聂怀桑摇摇头, 不知, 当时我不在场, 据聂家的弟子说, 当时是有蓝家御令调度, 聂家人也是看到有蓝家弟子在才一起去的, 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去截杀魏无羡。 那金子轩是如何死的? 聂怀桑扇子在桌面上敲了敲, 很快就有门人送上了几个锁琳囊。 当年事后, 我就觉得不对, 但是当时大家都在讨伐魏无羡, 所以我就借着给聂家人收尸的借口, 捉了当时在穷奇到的一些残魂。 这些年经过养魂, 这些残魂差不多已经清醒了。 所以还想请蓝先生问灵。 蓝启仁拿过锁琳囊, 箭里面确实是比较完整的魂魄, 点点头, 便拿出他的灵琴, 当场开始了问灵。 也是巧合, 蓝启仁第一个问到的灵, 便是死在穷奇道的蓝家人。 刚刚好这个人还是蓝启仁认识的一个家族小辈, 当时死在穷奇道, 他还气得不行。 通过询问, 他知道了, 当时是金子勋拿着蓝家的御令, 调动蓝家人, 说是缺人手, 需要人帮忙。 后来更是带着蓝家人一起请了聂家人一起, 之后就被带到了穷奇道。 一开始, 他们还以为是要对付邪税, 结果没想到来的却是魏无羡和鬼将军。 蓝启仁的琴声未停, 旁边聂怀桑拿着笔, 把蓝启仁的问话和翻译出来, 回答都记下来。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你继续说。 这位蓝家人是站在很前面的位置, 他也看得清楚。 他把魏无羡走到穷奇道之后, 金子勋派人放冷箭, 之后现身, 和魏无羡说的那些话都原封不动地附述了一遍。 包括后来金子勋跑来劝驾, 他对魏无羡说的话和后来温宁动手杀了金子勋的事。 灭怀桑看着手里记录的内容, 对金子勋的唇有了新的认识。 跑上来劝驾, 一群人拿着武器对着魏无羡, 结果他让魏无羡放下武器。 没病吧? 这样明晃晃地拉偏驾, 他不死谁死。 蓝启仁问完了蓝家人, 又问了其他几个灵。 这里面有聂家的, 也有金家人。 大体情况都和蓝家人说得差不多。 那个金家人知道的更多些, 他们这些人都是金光善受益跟着金子勋的。 金宗主对他们下达的命令是, 跟魏无羡起冲突后, 一定要想办法让金子勋死在魏无羡的手里, 这样金家才好对魏无羡发难。 谁也没想到, 金子勋会突然来, 之后更是死在了温宁的手里。 魏无羡在那样的情况下, 也只能解开温宁身上的禁止, 杀出一条血路来。 鬼将军狂化的状态有多恐怖, 这些死在他手里的灵是最有发言权的。 问完灵之后, 蓝启仁就和聂怀桑一起分析当时的事。 蓝启仁这才发现了聂怀桑的不简单。 他并不是外面的人说的那样, 一问三不知。 相反, 他很有头脑。 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见解也十分的成熟, 甚至比起蓝启仁来, 显得更加的经验丰富。 蓝启仁有不理解的地方, 他几句话就能解释清楚, 将蓝启仁说服。 比如说, 金光善是知情的。 这穷奇道截杀就是他受益的, 而金子勋从头到尾都是个工具人, 他是被放弃了的那一个。 但是金子勋应该是个意外, 他是被人骗来的, 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金光瑶。 截杀的时候是金子勋儿子的满月燕, 他应该是在金灵台上迎客。 为什么匆匆地赶到穷奇道, 肯定是有人跟他说了什么。 金光善肯定不会跟儿子说, 这个人不是金光瑶, 就是金光瑶的手下。 将金子勋骗到穷奇道, 一举解决金家的两个嫡系, 他便是最大的那个受益人。 灭槐桑和蓝启仁分析了穷奇道之事, 之后两人又说到了温情温宁在金灵台请罪。 这是说起来, 本事和蓝家、聂家没有关系, 偏偏蓝家、聂家都去了, 还有人死在了发狂的温宁手中。 金家当时的说法是, 温宁最后被砍得稀碎, 事实上温宁的再次出现证明, 金家把温宁藏起来了。 而蓝家和聂家去的那些人却被杀人灭口了, 还引起了蓝家、聂家和魏无羡更大的矛盾。 家族有人死在魏无羡手下的手里了。 这蓝家和聂家, 即使一开始和这件事没有关系, 现在死了这么多人, 现在和魏无羡的关系成了血仇了。 说过了当年之事, 聂怀桑又提起断臂之事。 他让人将断腿拿出来, 经过确认, 面前的三块残肢确实是来自同一个躯体。 聂怀桑见此时蓝启仁已经很仇视金家了。 这才说了实话。 蓝先生, 不瞒你说, 这残肢, 我认识。 嗯, 是我大哥的。 虽然被切成了几块, 但是是我大哥, 就算化成灰我都能认出来。 蓝先生, 你此次出来是要查当年之事, 不如蓝聂两家合作。 虽然我没有确切的证据, 但是金光瑶杀我大哥, 已经是确定无疑了。 所以还想请蓝先生协助, 搬到金家。 蓝启仁沉吟片刻。 他不是傻子, 早在蓝家人从墨家庄取得断臂, 大范山有人招出鬼将军。 这一切就是一场局, 而这个局, 大概就是因果循环。 当年欠血债的血债血偿, 当然做错事的, 也该得到教训。 蓝启仁有一种无力感, 他知道, 即使所有的事情都过了之后, 忘记也不会回到蓝家了。 蓝启仁最终还是答应了聂怀桑的提议, 表示和聂家合作追查。 蓝启仁带着蓝家人和一部分藏在暗处, 经过乔装的聂家人赶往了岳阳。 而此时的魏无羡和宝宝却一起去了异城。 之前让小鬼去追踪聂明爵的躯体, 小鬼回来抱持右手在异城, 而异城是个很奇怪的地方, 他差点就回不来了。 这会儿江婉吟还在金灵台跟金光瑶扯皮呢, 魏无羡就想着干脆先去异城看看, 等到江婉吟回云梦就有好戏看了, 正好也该他收账的时候了。 魏无羡和宝宝都是鬼神, 本是有瞬息千里的本事的, 但是魏无羡却没有直接就这么去异城, 而是变化一番, 带着宝宝一路走一路玩着过去。 宝宝死得早, 后面也是为了报仇, 根本就没有像一个小孩那样有过快乐的童年。 魏无羡想报仇, 但是他更希望宝宝能够开心, 能够和家人一起, 一点一点地快乐地长大。 所以两父子一路玩玩闹闹, 终于到达了异城。 移到异城门口, 魏无羡嫌弃地皱皱眉头, 疑,风水侦叉。 宝宝则怂怂鼻子, 爹爹, 有好吃的。 看着异城上方浓得化不开的怨气, 魏无羡果断地带着宝宝走了进去。 嗯, 该为宝宝吃饭饭了。 魏无羡抱着宝宝走进异城, 整个异城都看不到一个活人。 整个异城被一层迷雾笼罩着, 这都是生魂怨气, 比乱葬岗的怨气还要可怕。 在这里待久了, 没有修为的普通人, 也会变成行尸走肉一般的怪物, 变得嗜血是沙。 这么多的怨气让宝宝都兴奋了, 魏无羡见宝宝一副蝉样, 便在他的身上设了个阵法结界。 宝宝吸收的怨气通过这个结界之后, 会被过滤一遍, 宝宝吸收到的就是更纯正的怨气, 里面那些乱人心智的东西完全被剔除在外了。 以前宝宝独自修炼, 他的意识并不是很稳定, 遇到刺激就会狂化, 这是非常消耗神魂的。 现在有了鬼仙跌跌的帮助, 他吸收的怨气都是被处理过的, 这也让他的神魂越来越凝实, 再也不会出现神魂不稳, 维持不住形体的情况了。 宝宝在魏无羡的怀里畅快地吸收着怨气, 魏无羡的眉头却皱得越来越紧。 想了想, 他找了个房子, 敲了敲门, 好半晌, 才有一个缓慢而迟钝的脚步声响起。 魏无羡让开了点位置, 门打开了, 是一个老婆婆来开门。 魏无羡作为鬼仙, 对鹦雾有着天生的克制作用, 魏无羡只说了一句, 让我进去。 老婆婆就让开了门口, 让魏无羡进去了。 那老婆婆很怕魏无羡, 所以动作都利索了许多。 还慌忙地进去给魏无羡倒了杯茶水, 只是这谁也不知道放了多久了。 有黑得如同墨汁, 还有一股刺鼻的味道。 魏无羡坐在桌子边, 对着老婆婆招招手过来。 老婆婆走过来, 魏无羡手一指, 那老婆婆就乖乖地坐在了魏无羡的旁边。 老婆婆一动不动, 任由魏无羡伸出双指在他们额头探查。 爹爹, 婆婆是活的还是死的? 活着也死了, 这是一句活事。 活尸? 嗯, 应该是他活着的时候, 直接被人用尸毒炼制成了走尸。 但是他的心跳还在, 看起来就好像一个活人一样。 宝宝眨了眨他大大的眼睛, 他在乱葬岗见过残忍的事多了, 还是有些惊讶, 好残忍。 爹爹, 这个城里都是走尸, 不知道是什么人做的。 满城都是活尸, 那肯定就是唯一的活人干的呀。 婆婆好可怜, 爹爹, 我们去把那个活人杀了。 做了这么多活尸, 他自己也尝尝做走尸的滋味。 魏无羡摸摸宝宝的头, 他的头发又柔又软, 就像是小兔子一般。 魏无羡心里感慨, 即使宝宝受到了这么不公平的待遇, 依然能够保持善良的一面。 可惜, 善良的人往往没有好下场。 魏无羡随手一挥, 婆婆倒在地上, 身体瞬间燃烧起来, 短短片刻就化作了飞灰。 老婆婆淡淡的魂体出现在空中, 恭敬地对魏无羡行了一礼, 去吧,我会为你报仇的。 婆婆的身影慢慢地淡去, 留下满屋的销索。 哎,走吧,宝宝, 我们去杀人。 魏无羡走出屋子, 大概是感觉到有人来了, 那藏在暗处的人, 驱使着满城的走尸, 慢慢地围了过来。 魏无羡感觉到这些走尸都是被控制的, 而控制住这些走尸的东西, 他可是熟悉得很。 这不是他剩下的那半块被损毁的鹰虎符吗? 想不到这人还挺有天赋的, 居然把那破破烂烂的鹰虎符修复得差不多了。 虽然比起鹰虎符原件还差了许多, 但是能做到这样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 可惜,这个人不是好人, 不然魏无羡都要见利欣喜, 收个徒弟了。 而修鬼道, 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心性坚韧。 而这心性坚韧也有两个极端, 一个是太过善良, 一个就是极端邪恶。 显然, 这个人便是那种极端邪恶之人。 屠城啊, 虽然古往今来干这事的人还不少, 但是一人屠一城, 还让整个城院起充天, 是真的不得了。 魏无羡见到这么多走失, 他也懒得动手, 想起身后门里那老婆婆扎的那许多指人。 魏无羡一挥手, 那些指人通通掉到地上, 一招点睛招江树, 所有的指人活动起来, 伸胳膊神腿地从地上爬起来。 这些指人都是被阴魂附身, 都是些就近的凶魂, 但是他们却都对着魏无羡下摆, 乖顺得不得了。 去吧, 全灭不留。 那在暗处控制着走失的人, 也没有想到, 进入一城的人, 居然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付这些走失。 指人虽然是指做的, 但是经过魏无羡的加持, 其身体坚韧非常, 手指锋利地如同利剑, 那些走失在他们的面前就如同切菜砍瓜, 很快就是一臂残枝断壁。 那躲在暗处的人不淡定了, 他久居一城, 但是消息还是很灵通的, 他知道温宁跑了, 还听说过魏无羡回来的传闻, 能有如此厉害的轨道竖法, 一堆指人随手就能变成精兵强将, 这人除了魏无羡, 不可能是其他人。 在满街的走失都变成了残之后, 他也没有再有动作。 因为有所求, 薛扬也没有藏头鹿尾, 直接出现在魏无羡的面前。 你是怡灵老祖, 魏无羡饶有兴趣地看着面前的青年。 青年一身黑衣, 笑起来还有一对小虎牙, 要是不看他做的那些事, 看起来就是个很可爱的男孩。 叛选踪 眼尝 在柳子中ت尔紫